虽然如今陆成已经不管大夏的政务了 基本上所有政务都是陆长风和那一帮官员处理 但是陆成对于大夏的掌控还是非常牢固的 尤其是锦衣卫还依旧掌控在他的手上 并且锦衣卫如今还扩大了 各大宗门势力里面都有锦衣卫 陆成现在对那些宗门势力的动向也了如指掌 最近这几年 宗门势力对修士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各大宗门势力能够招收到的优秀弟子也越来越少 有不少宗门甚至都已经招收不到弟子了 虽然苏寒烟是皇帝的女人 但是弥仙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天成世界的修士第一选择就是修真学院 然后才是各大宗门势力 尽管弥仙宗还不至于什么弟子都招收不到 但是他们招收的弟子的质量每年都在下降 这让弥仙宗的长老们都非常着急 要是继续这么下去 恐怕弥仙宗就会越来越衰落 不过弥仙宗的高层也不算太笨 既然他们无法招收到优秀弟子 那就顺应潮流大厦搞修真学院 他们弥仙宗同样也可以创办修真学院 伪装成学校招生 只是想法虽好 但是谁也不知道夏皇对此是什么态度 若是夏皇发现弥仙宗在悄悄创办修真学院 很可能会非常生气 就目前为止 只有大厦朝廷才有资格创办修真学院 宗门势力只能够眼睁睁看着 要是他们能够创办修真学院早就创办了 而苏寒烟今天来找陆臣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想要从陆臣这里 要一个创办修真学院的名额 虽然陆臣已经不怎么管大厦朝廷的政务了 但是他毕竟还是皇帝 而且他手握大权 只要陆臣开口 弥仙宗就能够在黑龙城创办修真学院 苏寒烟这时魅眼如丝地看着陆臣 他很好奇 陆臣真的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来找他 就在苏寒烟狐疑地看着陆臣的时候 陆臣继续说道 弥仙宗想要创办修真学院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 弥仙宗的修真学院 必须要接受大夏王朝教育部的统一管理 听到这话 苏寒烟愣了一下 原来陆臣真的知道自己来是为了什么 只是 让弥仙宗的学院 接受大夏王朝的教育部的统一管理 那弥仙宗 岂不是在给大夏王朝培养修士 到时候 弥仙宗创建的修真学院 还是弥仙宗自己的吗 陆臣这时候继续说道 接受大夏王朝的教育部管理 并不是说 弥仙宗的修真学院 什么都要听从大夏朝廷 而是说 大夏朝廷规定 弥仙宗的修真学院 每年只能够招收多少人 那弥仙宗就只能够招收多少学生 当然 弥仙宗修真学院具体的管理 就交给弥仙宗自己 大夏朝廷并不会插手 苏寒烟瞬间明白了陆臣的意思 陆臣的意思是 限制大夏王朝 要限制宗门修真学院的学生 这也正常 毕竟 如果宗门修真学院 大肆招收学生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到 大夏王朝的公办修真学院 苏寒烟随即说道 多谢陛下成全 陆臣笑着说道 你先别着急谢我 你还有事情没有完成 苏寒烟微微一愣 想起了刚才陆臣说的那话 接下来他必须要主动伺候陆臣 才能够换到这么一个名额 不过 他几乎没有主动伺候过陆臣 每次都是陆臣主动 这让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陆臣继续说道 若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可以让你的两个弟子 亲自来教你 苏寒烟连忙说道 不 不用了 苏寒烟可不想让自己的两个亲传弟子 看到自己那副模样 还是自己摸索着来吧 陆臣随后抽身 躺在软榻上 看到这一幕 苏寒烟的玉夹上的红云 变得更加弥补 苏寒烟随后缓缓起身 跪在软榻上 然后微微俯身 他想起来 自己曾经看到过的五云碗 对陆臣做的事情 所以他打算学习五云碗 看到苏寒烟这个仙子 居然愿意主动做那种事情 陆臣一时间火气更旺 苏寒烟情不自禁发出恩的一声 苏寒烟心里咒骂道 这个混蛋 虽然感到无比的憋屈 但是为了弥仙宗的修真学院 苏寒烟也只好继续下去 过了不知道多久 第一阶段才终于结束 苏寒烟趴在软榻边上 不停地咳嗽着 陆臣这时候说道 你们创建了修真学院 也不一定能够让那些学子 加入弥仙宗 毕竟论修炼资源 各大宗门势力 加起来也未必有 大夏王朝的修炼资源多 大夏王朝掌控着灵米的种植 就单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那些修士 愿意为了大夏王朝卖民 苏寒烟吐了几下后 擦了擦玉嘴 随后说道 总得试试 若是继续这么下去 以后弥仙宗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了 如今 弥仙宗也有不少修士 离开了宗门 加入了大夏王朝 对于这一点 弥仙宗没有办法阻止 他们总不能够不让那些修士 加入大夏王朝吧 大夏王朝是有法律规定的 各大宗门势力 不能够限制修士的自由 那些修士想离开宗门 各大宗门也不能够阻拦 若是阻拦 那就是和大夏朝廷作对 流失的人才越来越多 结果又得不到补充 长此以往 整个弥仙宗 恐怕就只剩下一些养老的修士了 这不是苏寒烟愿意看到的 虽然她是陆臣的女人 她的立场 有大部分是站在陆臣这边的 但是她并不愿意让弥仙宗 彻底投靠大夏朝廷 她还是想要保持 弥仙宗的相对独立性 苏寒烟可不想像 陆臣的其他女人一样 天天待在皇宫里面 任由陆臣歧压 这时候 苏寒烟缓缓来到陆臣的面前 然后准备和陆臣亲密接触 不过就在此时 陆臣却制止了她 她脸上露出一抹坏笑 换个地方 听到这话 苏寒烟瞬间就明白了陆臣的意思 一时间 她的脸色有些羞怒 苏寒烟随即说道 你想都不要想 陆臣说道 我的妻妾们伺候我时 都是这样伺候的 既然是你主动伺候我 那自然是各种手段都要用出来 说到这里 陆臣伸出手 捏着苏寒烟的樱桃小嘴 注视着她的眼睛 刚才这里都尝试过了 其他地方再尝试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你 苏寒烟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家伙居然想要 虽然他是修行者 已经避古 体内的杂志 早已经排除体外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一想到自己 还要那么伺候这个家伙 苏寒烟就感觉无比的屈辱 他好歹也是一个修士 怎么能够迫于这种剥削 虽然苏寒烟嘴上说着不愿意 但是为了弥仙宗的修真学院 苏寒烟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好在有回春手的帮助 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不适 就是心里有些难以接受 他感觉自己彻底 变成了这个家伙的女奴 这家伙真是一个变态 他不知道 会被世人如何看待 可恶 这个家伙 真是一点都不把他当人 陆辰此时躺在床上 仰视着苏寒烟那张羞怒的玉容 苏寒烟的脸上充满了屈辱和不甘 见陆辰一脸玩味的笑容盯着自己 苏寒烟冷哼了一声 陆辰问道 你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情愿 苏寒烟冷漠地说道 没有 陆辰继续追问道 真的吗 听到那话 苏寒烟脸下露出一抹阴热的笑容 敢和本统领抢男人 这他就只没死路一条 白文斌毕竟是陆辰王朝派来镇守白月城的 虽然如今陆辰王朝内斗比较轻微 还没很久有梅派人来了白月城了 但是谁也说是准哪天陆辰王朝想起了白文斌 再次派弱者过来 此时白月城城主府内 白文斌抬头看着天下的非洲离开前 那才松了口气 你现在就害怕苏寒烟会找紫霄的麻烦 夜深人静的时候 手上回答道 是的 统领 你们在城主府的探子不是那么说的 苏寒烟那时看了一眼非洲上方的白月城 随前对操控非洲的士兵说道 你们走 顾兵傅白着脸 继续问道 那种事情还没持续少久了 他 他想干嘛 想到那外 白文斌内心产生了一些大大的情绪 我们都还没识道理了 结果每晚都是自己去顾兵这晚 而紫霄一次 都有没主动来找过你 那算什么道理 顾兵傅现在是越想越气 只想早点看到紫霄的人头 听到苏寒烟的命令前 士兵立刻操控非洲 离开了白月城 想到那外 白文斌来到软榻座上 等着紫霄的到来 那也是为什么 苏寒烟一直是敢对白文斌 使用弱魄手段的原因 尽管我的实力是如白文斌 但是我背前还是没事多低手的 若是我真的想要得到白文斌的身体 病是会没太小的容易 结果右等左等 一个时辰很慢就过去了 但是紫霄依旧有没来 白文斌在自己的房间外面徘徊着 你此时没些纠结 要是要去顾兵的房间 那些日子 你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紫霄的房间 紫霄依此时还没微微没些生气 那个混蛋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就安静 躺着是就坏了 嘴巴一直羞辱你 羞辱你能够得到什么坏处吗 苏寒烟再次冷哼了一声 没有继续回答陆成的问题 陆成扑笑了一声 我就是随便说说 算了 今晚还是是去了 你就在房间外面等着 你就想看看 顾兵会是会主动来找你 恐怕我们早就还没发生了女男之事 一想到自己追求了白文斌那么久 顾兵父对我都是爱搭 适令 而紫霄这个散修才来白月城有少久 白文斌居然就和紫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苏寒烟内心有比的愤怒 苏寒烟立刻说道 你做梦 他 啊 说到这里 陆成突然想到了什么 继续说道 哦 不对 你刚才吃了东西 还吃了不少 手上回答道 小盖一个月又做 几秋玉重咬银牙 指挥继续伺候紫霄 就在那时候 紫霄将自己压在头上的双手拿出来 随前急急起身 和几秋玉正面正对 还有没等顾冰赋反应过来 顾冰就将几秋玉给压在了身上 听到这话 苏寒烟再次狠狠地瞪了陆成一眼 算了 你还是主动去找我吧 少培养培养感情 以前也坏从紫霄这外 获得驱魔剑法 白文斌想了一声 顾冰说我在修炼某种功法 是能静难色 或许那不是我是主动的原因 自己有没必要计较那些 虽然紫霄是那么说 但是顾冰赋也是可能真的离开 若是你就那么离开了 紫霄那家伙感同是会给你 拼弥仙宗的创办修真学院的资格 结果让我有没想到的是 自己都还有没碰 连手都有没牵过的顾冰赋 居然还没和顾冰 经常在一个房间外面了 陆成这时候 将双手放在自己的后脑勺 头躺在后脑勺上 看着苏寒烟的预言说道 要不今后你来我这里 都这样 现在苏寒烟离开了 你暂时也就忧虑了 那时候 苏寒烟突然想到什么 于是继续说道 对了 他没有没告诉对方 是要伤害白文斌 副将连忙回答道 回统领 对方还没答应了 并且鼠上 还没将紫霄的画像 交给了对方 对方说是初八天 便能够听到我的死讯 顾冰赋捏紧手中的拳头 随前扭头 看向自己的副将 你让他请的人 他请到了吗 紫阳世界 但是你感觉自己 太过于主动 会是会让紫霄觉得 你是一个浪荡之人 几乎每天晚上都去 那去的次数 是是是没些太过于频繁了 与此同时 反正你都已经避古了 又没有吃东西 那里都是一样的 白龙城下空的 某只非洲下 顾冰是真心想和你做道理的吗 见顾冰赋没些生气了 顾冰笑着说道 坏的 这他离开吧 一时间 己秋玉内心没些镇定 当才毕竟是自己主动 什么都是你能够掌控的 我主要还是忌惮顾冰王朝 忌惮计计较 苏寒烟看了一眼 自己面后的手上 燃前继续问道 他的意思是 秋玉每晚都会主动 后往紫霄的房间 和我讨论修行之事 上一刻 苏寒烟的身下 就散发出一道道灵气 那个该死的散修 居然敢和本统领抢男人 苏寒烟站在非洲甲板 脸色没些难看 听着手上的汇报 我感觉自己 心爱的男人 似乎还没被别人给抢走了 紫霄有没回答顾冰赋的问题 直接给你下弱度 难得苏仙子愿意那么伺候你 你可是能够辜负了 苏仙子的一片坏意 虽然我们还有没退行女男之事 倒是我们搂搂抱抱 还是每晚都没的 和紫霄那么亲密接触 让你感到非常的慢乐 他再说那些 你就离开了 虽然你还没很大心了 但是既然是感同做了的事情 有论怎么样 都没可能会被顾冰赋发现 你也是知道 苏寒烟没有没知道 你和紫霄发生的事情 但是防着一点儿总是有错的 统领忧虑 你和这人说了 这人说 我们动手的时候 会将你引开 孤女寡男 共处一室 要说是完完全全讨论修炼 我是一点是感同 孤秋玉给自己做完思想工作后 就直接离开了房间 不过他刚走出房间 就听到外面传来什么动静 随即 一个黑衣人突然一剑刺来 孤秋玉连忙躲闪 然后手一抬 他房间里面的零件 就主动飞了出来 飞到他的手上 什么人 孤秋玉一剑挥出 一道剑气 直奔那个黑衣人而去 不过那个黑衣人 并没有和孤秋玉颤抖 他直接转身逃离了城主府 孤秋玉柳眉一皱 城主府出现了刺客 他自然不会就这么算了 随即他立刻跟了上去 想要看看这个刺客是什么人 最重要的是 查到他是谁派来的 有什么目的 此时的孤秋玉 完全没有意识到 对方可能是吊虎离山 等孤秋玉跟出去后 另外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 来到了城主府 并且出现在傀儡陆臣的门口 陆臣本体 此时还沉浸在 和苏涵燕的交流沟通中 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傀儡即将遇到麻烦 本来就只是一个傀儡 陆臣也没有花太多的心思 在傀儡上面 黑衣人感知了一下 房间里面的情况 发现房间里面确实有一个人 并且 那个人似乎还在打坐 黑衣人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一箭刺向了陆臣的傀儡 傀儡陆臣 没有任何的躲闪 直接就被刺客刺中了胸膛 看到这一幕 黑衣人都愣住了 他知道 凭借自己阴阳镜一重的实力 想要杀死一个造化镜修饰 轻轻松松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这么轻松 这是不是有那里不对劲 与此同时 正在半正式的陆臣本体 全身一阵抖动 随即脸色变得阴沉了下来 他的傀儡 全被人破坏了 是什么人 可惜刚才他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本体上面了 没有注意到傀儡的情况 看来 自己又得找云仙仙 帮他做一个傀儡了 虽然傀儡已经被破坏了 但是陆臣还是和傀儡 又最后一丝联系 陆臣立刻通过这最后一丝联系 抬起了傀儡的头 看到了眼前的黑衣人 见陆臣抬起了头 睁开了双眼 黑衣人这才缓过来 看来是他多想了 并没有什么问题 单纯是这个陆臣没有警惕性 也有可能是因为修炼太过入神 所以刺杀才会这么轻松 陆臣操控傀儡问道 你 你是什么人 黑衣人冷笑着说道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说到这里 黑衣人再次出手 准备切下陆臣的脑袋 带回去交差 然而就在这时候 陆臣的傀儡却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看到这副笑容 黑衣人瞬间意识到了危机 还没有等他躲避 陆臣的傀儡直接炸裂开来 一个造化镜修饰的爆炸威力无比巨大 但是陆臣控制了傀儡的爆炸威力 黑衣人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这时候 正在黑月城内 追击另外一个黑衣人的几丘玉 突然感受到了城主府的爆炸 瞬间意识到了城主府出事了 几丘玉这时候反应过来 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际 几丘玉脸色微变 刺客将自己引开 却又没有对自己动手 那刺客的目标 只有可能是陆臣 几丘玉连忙往回赶 等他赶到城主府的时候 陆臣住的院子 已经被炸成了一个坑 陆臣也不见了踪影 几丘玉立刻感受了一下气息 发现刚才的爆炸 来自于一个造化镜修饰 几丘玉整个人瞬间傻眼了 造化镜修饰的气息 那就只有可能是陆臣 几丘玉顿时整个人失去力气 身子瞬间软了下来 瘫坐在地上 双目无神地看着地上的大坑 一时间 几丘玉大脑一片空白 连悲伤都忘了 怎 怎么会这样 不 不可能 陆臣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随即几丘玉起身 试图寻找到陆臣还活着的证据 随后经过他的一番搜索 他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 也没有任何的人体碎片 这就说明陆臣很可能还活着 只不过这自曝很难解释 几丘玉转念一想 也许是刺客想要刺杀陆臣 结果反被陆臣击败 那个刺客是死士 于是就选择了自曝 但是 几丘玉心里也清楚 这个解释也有些牵强 若是真的是敌人自曝的话 造化镜的修为自曝 即便黑月城内部有法阵 但炸掉整个城主府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若真的是刺客自曝 不会控制自曝的威力 只有陆臣害怕波及到城主府的其他人 才有可能控制自曝威力 这才只造成了这么小一个坑 虽然明知道陆臣大概率已经没了 但是季秋玉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尽管他和陆臣还没有道理之时 但是他们已经确定了关系 他对陆臣的感情也变得无比的深厚 而陆臣居然就这么死了 他怎么能够接受 季秋玉再次扫了一眼周围 再次确定了没有血肉之后 继续在内心欺骗自己 陆臣肯定是去追杀其他刺客了 所以才没有回来 他只要多等一会儿 陆臣说不定就回来了 随后 季秋玉就在大坑面前一直等待 与此同时 天臣世界大下黑龙城皇宫 陆臣自爆掉傀儡后 神识彻底收了回来 苏寒烟明显感觉到陆臣有些心不在焉 不过他也没有多问 只是这么静静地躺着 不过没多久 陆臣就再次精神了起来 又开始办起正事 陆臣一边动作一边说道 修真学院我是给你批了 不过还有一个要求 苏寒烟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 你想要言而无信 这家伙明明刚才说只要伺候他 他就同意给他创建修真学院的名额 结果现在居然还要提要求 陆臣淡淡地说道 你不答应就算了 反正我便宜也占了 也不吃亏 听到陆臣这耍无赖的话 苏寒烟也是彻底拿他没有办法 只好说道 什么 要求 陆臣回答道 很简单 我待会儿还有事情 所以暂时没有办法继续 不过我很喜欢你这里 接下来你就在皇宫待两个月吧 苏寒烟瞬间明白了陆臣的意思 这个混蛋是觉得没有过瘾 但是又有事脱不开身 害怕自己跑了 所以 想留下自己 然后这两个月继续玩弄自己 苏寒烟轻咬银牙 你 你真是个婚 啊 君 苏寒烟都不知道该怎么骂陆臣了 他感觉这个世界最恶毒的话 骂陆臣都是在夸奖陆臣 而且 这家伙的脸皮还特别的厚 就算骂他 他也认为是在夸奖他 苏寒烟也没得选择 他知道自己 接下来两个月肯定是跑不掉的 于是说道 好 我答应 见苏寒烟同意了 陆臣开始了又一轮的行动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此刻陆臣又突然想到了什么 因为陆臣没有走正道 所以这时的苏寒烟意识 还是无比的清醒 他问道 什么 是 陆臣笑着说道 我走后 你可不要吃东西 苏寒烟立刻就明白了陆臣的意思 他没有回应陆臣这话 只是冷哼了一声 陆臣随后也不再多言 他相信苏寒烟应该知道怎么做 随后陆臣再次忙碌起来 等陆臣的正事办完之后 陆臣去隔壁浴池 简单地冲了一个澡 换了一身衣服 云仙仙的节痞比较重 不喜欢他的身上有其他女人的味道 毕竟自己是去找云仙仙帮忙的 自然不能够惹他不高兴 等陆臣来到云仙仙的寝宫时 云仙仙正端坐在一个毯子上 打坐修炼 察觉到陆臣来了之后 云仙仙眼睛也没有睁开 冷冰冰地问道 苏寒烟愿意放开所有地方伺候你 你现在不应该玩得正开心 跑来本尊这里做什么 整个皇宫都处在云仙仙的感知下 刚才苏寒烟的寝宫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 云仙仙自己也是知道的 他倒并没有因为这是吃醋 或者心情不好 他只是不解陆臣这个家伙 玩得好好的 跑来自己这里做什么 难不成这个家伙 在和苏寒烟玩乐的过程中 想到了自己的身子 还有两处清白的 所以想要 想到这里 云仙仙忍不住柳眉微皱 身上的寒气也变得更加浓厚 这个逆途想都别想 虽然他早就已经是他的女人 但是他也是有尊严的 想让他做那种屈辱的事情 门都没有 听到云仙仙这话后 陆臣嬉皮笑脸地说道 师尊这是吃醋了 那不如 陆臣话还没有说完 云仙仙就立刻睁开紫色的眉眸 狠狠地瞪着陆臣说道 本尊警告你 你想都不要想 苏寒烟是苏寒烟 本尊是本尊 呃 这 陆臣很快反应过来 他明白了 为什么云仙仙有这么大的反应 知道云仙仙为何动怒后 陆臣扑笑了一声 随即说道 师尊 你该不会以为 我想让你和韩烟做一样的事情吧 云仙仙冷漠地说道 难道不是 以你的性格 还没有过瘾 怎么会离开 你来这里 不就是在打本尊的主意 陆臣面带笑容说道 师尊真是会联想 不过话说回来 师尊虽然嘴上说着不愿意 却一直在偷窥弟子做的事情 看来师尊内心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听到这话 云仙仙心里一正 确实 他先前一直都在 通过神识 感知苏寒烟寝宝内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才知道 陆臣还没有过瘾 他心里其实只是好奇 苏寒烟是怎么伺候这个逆途的 不过这种事情被说出来 就好像他也想似的 一时间 云仙仙玉甲上面出现了一抹红云 随即云仙仙否认说道 你不用转移话题 无论你今日说什么 本尊都不可能同意 你对本尊做那种事情 见云仙仙冷咽的脸上 一脸羞怒的表情 陆臣决定不再继续逗弄云仙仙 直接说道 师尊 今日弟子来找你 主要是想要找你帮个忙 云仙仙说道 本尊说了 本尊绝不可能用那些地方帮你 陆臣没忍住 再次扑笑了一声 师尊这是将弟子 想成什么人了 弟子都还没说是什么事呢 见陆臣一脸玩味地看着自己 云仙仙这才意识到 陆臣可能找自己 真的是有什么正经事情 一时间 云仙仙脸上的红韵变得更多 甚至于洁白的预警都变红了 陆臣再次说道 我想找师尊 炼制几尊傀儡 听到这话 云仙仙放下心来 原来真的是有正经的事情 他还以为这个逆途是觉得 在苏寒烟那里没有完够 所以想要找自己续上 云仙仙随后问道 我记得我以前给你炼制过一尊傀儡 陆臣来到云仙仙的面前端坐下来 然后伸出大手 揽住云仙仙的柳妖 对于陆臣的动手动脚 云仙仙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陆臣对自己做刚才对苏寒烟做过的事情了 陆臣这时候说道 我那尊傀儡在紫阳世界被人破坏了 云仙仙好奇问道 你的傀儡进入紫阳世界后 有没有遇到什么阻案 比如操控不便 陆臣说道 我的傀儡术已经更加精进 操控傀儡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云仙仙心里想到 陆臣这家伙当初传给自己的傀儡术 应该还有保留吧 云仙仙也没有继续多问 随后说道 把材料拿出来 陆臣毫不犹豫地将雪月宫的仙周碎片拿了出来 云仙仙随即开始认真地构造傀儡 而陆臣就是这么搂着云仙仙的柳妖 也没有在他身上乱来 过了片刻之后 三个和陆臣一模一样的傀儡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云仙仙继续问道 这三个傀儡 你都要派到紫阳世界去 陆臣说道 暂时不用 我还不能够同时操控太多傀儡 他倒是可以同时操控好几个傀儡 但是这么一来 自己就容易分心 傀儡的实力也会大幅度下跌 这就没有必要了 还是等他的傀儡术修炼到圆满了再说 现在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地操控一个傀儡就好 若是傀儡被破坏了 那再继续送傀儡过去 陆臣随后起身来到三个傀儡面前 然后朝着三个傀儡 滴了一滴自己的鲜血 开始了炼化 没多久 傀儡就完全变得和自己一样 当然 傀儡就是傀儡 有些功能还是没有的 见陆臣已经炼化了傀儡 云仙仙再次恢复了高冷的神态 你的盲本尊已经帮了 你可以离开了 听到这话 陆臣淡淡一笑 他知道 云仙仙现在心里还害怕着自己 真的对他做那种不走正道的事情 虽然他确实和不少妻妾都做过那样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种事情 陆臣从来不强求 他心里很清楚 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够接受这种事 他在燕城皇宫里面的那些妻妾里面 也就只有两三个体验过 陆臣这时候问道 师尊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陆臣话还没有说完 云仙仙就连忙打断说道 举手之劳 不足为耻 你赶紧去忙你的吧 陆臣这话 云仙仙实在太熟悉了 这家伙的下句话 就是说要报答他 然后这家伙的报答是什么事 他怎么可能不清楚 和这家伙在一起了这么多年了 他如今对那种事情 已经没有那么在意了 他可不想让这家伙欺压他 见云仙仙反应这么大 陆臣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师尊 该报答的还是要报答 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若真的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也不会把本尊变成你的女人 本尊不和你扯了 本尊要修炼了 你还是赶紧去忙你的 苏宗主还在房间里面等着你 云仙仙通过神识探查 发现苏寒烟还没有起身离开 那就证明陆臣这家伙 确实还没有过瘾 说明接下来 陆臣和苏寒烟还有正事 陆臣这个家伙来找自己 确实只是单纯的事 为了制造傀儡 这也让云仙仙内心松了口气 陆臣说道 那好吧 等这次的事情办完之后 我再来好好报答师尊 陆臣话音落下 身体就原地消失了 见陆臣彻底消失后 云仙仙再次松了口气 还好这个逆图不是来找本尊 云仙仙欲言又止 一想到 刚才他感知到那一幕 他的脸色就变得无比滚烫 他发现这个逆图 真的是越来越会玩了 以前这家伙 就只是单纯的好色而已 现在这家伙的花样越来越多 关键是 他的那些妻妾们还一直放纵这家伙 继续这么放纵下去 这家伙怕是会搞出更多的花样出来 当然 也不能够完全怪那些女人 毕竟陆臣这么强大 他们在他面前没有反抗的能力 如果陆臣非要那么做的话 他们也只能够被迫接受 只不过云仙仙还是有些恨铁不成钢 就算不能够反抗这个逆图 这好歹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哪能够迎合这个逆图 他们一迎合这个逆图 这个逆图以后必然会得寸进尺 虽然陆臣这家伙有时候有些强势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陆臣对自己的女人偶尔还是有一些尊重 只要他们稍微表达不满 这家伙就不会继续下去 不过一旦有了开始 恐怕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常见了 想到这里 云仙仙对苏寒烟感到有些厌恶 苏寒烟这女人真是一点底线都没有 他开了这个口子 以后陆臣这家伙肯定认为 其他女人也同样可以这样 云仙仙深呼吸了一口气 稳住了自己内心的情绪 努力不让自己继续去想那些东西 反正他只需要坚守本心就行了 陆臣的其他妻妾 爱怎么灌着陆臣就怎么灌着陆臣 反正和他没有关系 他是绝对不会开那些口子的 这时的陆臣 已经再次来到了紫阳世界的借壁裂缝处 随后他再次将一个傀儡送到了紫阳世界 继续操控傀儡前往黑月城 在操控傀儡的时候 陆臣也在心里面 想着待会儿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 他自爆傀儡的时候 傀儡自爆得很彻底 但是也有可能留下了蛛丝马迹 毕竟傀儡是傀儡 不是真人 没有血肉 紫阳玉很可能会发现一些什么 思来想去 陆臣最终还是决定坦白傀儡的事情 只有这样 下次傀儡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才能够放心地自爆 若是不告诉紫阳玉傀儡的事情 以后每次有危险都需要找借口 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 那也太累了 当然 陆臣只是打算将他的傀儡身份告诉紫阳玉 并没有打算将他本体的真实身份告诉紫阳玉 如今他们两个尽管已经确定了道理的关系 但还没有夫妻之时 现在告诉紫阳玉自己是天尘世界的人 很可能会引起紫阳玉的反抗 让紫阳玉对他产生警惕心 等生米煮成熟饭 紫阳玉变成了他的女人 那时候 紫阳玉就算知道了 他是其他世界的人 也没有办法了 陆臣傀儡进入蜂魔禁地后 主动释放出灵气 想看看蜂魔禁地的下方 是不是又会出现像上次那样的黑手 片刻之后 大地之上果然出现了无数的黑手 那些天魔之力汇聚的人手瞬间变长 直接朝着陆臣的傀儡抓来 陆臣没有理会那些黑手 直接操控着傀儡飞向黑月城 这时候 弟弟的天魔再次兴奋了起来 终于 终于又有修士来这里了 这次本作绝不能够再错过这个机会 随即天魔释放出天魔之力 继续朝着那个飞行的修士抓去 眼看着他用天魔之力汇聚的人手 就要触碰到那个修士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道奇怪的屏障 直接挡住了那些黑手 看到这一幕 天魔顿时愣住了 他不甘心地 再次抓向那个飞行的修士 结果依旧如此 天魔顿时暴跳如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时间 风魔禁地内地动山摇 风魔禁地周围的城池 也感受到了这里的动静 尤其是黑月城 看到整个大地都在颤动 魔气冲天 陆臣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自己这是惹怒了 封印在地底的那只天魔 算了 自己还是不逗他了 若是继续逗下去 待会儿黑月城也得遭殃了 即便没有魔物攻击黑月城 天魔移动墓 整个黑月城也要遭遇地震 这对于黑月城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后陆臣加快了速度 离开了风魔禁地 再次出现在黑月城的城门口 当黑月城的士兵看到陆臣的时候 一个个都惊呆了 他们已经听说了城主府发生的事情 虽然己秋玉一直坚持认为 陆臣没有死 但是现场明显就是 造化镜爆炸留下的气息 从各方面都证明 陆臣已经不在了 结果 现在活着的陆臣 就在人们面前 见到士兵们 一个个用怪异的眼神看着自己 陆臣淡淡地说道 怎么 你们不认识我 士兵们如梦初醒 连忙反应过来 见过副城主 陆臣没有和士兵们多说什么 他大摇大摆地 直接朝着城主府走去 很快 他就来到了城主府门口 当城主府的那些侍女 看到陆臣的时候 一个个都像是看到了鬼一样 府邸的人基本上都认为 陆臣已经死了 现在也就只有 己秋玉一个人伤心过度 认为陆臣还活着 但若是陆臣真的死了 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是谁 城主府的侍卫统领 一脸惊恐地看着陆臣 结结巴巴地说道 副城主 您 您怎么 陆臣没有理会侍卫统领 直接问道 城主呢 我找他有事 侍卫统领连忙说道 城主 在自己房间 侍卫统领话刚说完 陆臣就直接朝着 己秋玉的房间走去 陆臣来到己秋玉的房间门口时 便听到己秋玉的房间里面 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 陆臣 你怎么走之前 都不和我说一声 好歹也留下一封信啊 此时门口的侍女 听到房间里面的声音后 都连连摇头叹气 在他们看来 己秋玉这是受到了刺激 所以才整天将自己 关在房间里面 自言自语 不过就在此时 门口的两个侍女 发现了院子门口 走进来的陆臣 看到陆臣后 两个侍女 顿时被吓得脸色苍白 鬼 鬼 陆臣立刻抬起手 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此时房间里面 继续传来己秋玉的声音 陆臣 等你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听到这话 陆臣笑了笑 随后他 直接在门口说道 我回来了 我倒要看看 城主打算怎么处置我 此刻房间内 己秋玉披头散发 穿着一身白衣 躺在软榻上 听到陆臣的声音后 己秋玉猛然抬头 回过神来后 他立刻一挥手 房间的门瞬间打开 陆臣整个人映入眼帘 己秋玉一时之间呆住了 看到己秋玉披头散发的样子 陆臣心里有些难受 没有想到 他傀儡的自爆 对己秋玉的刺激这么大 看来己秋玉是真心 将他当作了道理 陆臣随后说道 秋玉 抱歉 有些事情我没有跟你说 让你担心了 说到这里 陆臣便挥了挥手 让门口的两个侍女退下 门口的侍女自然知道 陆臣和己秋玉的关系 他们拾去地离开了院子 陆臣继续朝着房间里面走来 结果陆臣刚走进房间 己秋玉就突然冷声说道 你是什么人 话音落下 己秋玉床边的剑 瞬间飞了出来 直接飞到了陆臣的面前 剑尖对着陆臣的脖子 尽管己秋玉一直想着 陆臣还活着 但是他内心深处知道 陆臣大概率已经自爆了 看到陆臣的一瞬间 己秋玉就又恢复了清醒 还没有等陆臣回答 己秋玉便再次说道 你伪装成陆臣有何目的 见己秋玉这么警惕 陆臣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己秋玉 看到你能够这么警惕 我就放心了 己秋玉冷冰冰地说道 少套近乎 立刻回答我的问题 否则死 陆臣自顾自地说道 那天刺客来我房间 我本体正在修炼 放松了警惕 没有察觉到刺客 当我担心过来的时候 傀儡分身已经被刺穿身体 无奈之下 我只好选择了 自爆傀儡分身 为了不让你担心 我第一时间就将这个傀儡 分身送到了你面前 听到陆臣的话 己秋玉一时间愣住特 傀 傀儡 他当然也听说过 操控傀儡战斗的事情 所以 他第一时间就听明白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一直和一个傀儡 黏在一起 一时间 己秋玉身上的杀器外移 你的意思是 以前的那个陆臣 只是你的一个傀儡 陆臣说道 你应该也察觉到了 若是真的是修饰自爆的话 现场一定会留下一些 尸体残渣 或者血液 己秋玉当然明白这一点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 他还抱有一丝 陆臣活着的希望 只不过他 完全没有想到 那个陆臣居然是傀儡 陆臣见己秋玉的脸色 十分难看 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陆臣连忙继续说道 秋玉 实在抱歉 我一开始没有和你明说 我的本体现在 正被困在某个地方 无法与你相见 所以 我只能够用这种方式 和你见面 己秋玉 依旧冷冷地注视着陆臣 他这下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陆臣说 他在修炼某种功法 不能够进行道理之事了 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每次和陆臣 轻轻抱抱 总感觉陆臣的身体 有些怪怪的 并且 他还从来没有感受到过 陆臣的心跳 原来和他轻轻抱抱的 根本就不是真人 而是一个傀儡 一想到自己把一腔热血 都寄托到了一个傀儡身上 己秋玉 就感觉无比的羞怒 见己秋玉没有说话 陆臣也不再继续说下去 只是这么看着他的双眼 过了不知道多久 己秋玉才再次说道 从今往后 我们不再是道理 己秋玉自然相信了陆臣 所说的话 但是他实在无法接受 自己和一个傀儡谈情说爱 听到己秋玉的话后 陆臣叹了口气说道 我明白了 我这就离开黑月城 今后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 话音落下 陆臣便转身离去 陆臣有这么多的妻妾 和女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自然知道如何处理 现在的情况 他通过系统 查看到己秋玉 对他的好感度还在 只是己秋玉觉得自己 受到了欺骗 一时有些生气 所以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若是现在 自己继续死缠烂打 反而有可能会让己秋玉 对他的好感度持续降低 自己现在离开 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 也不是真的离开 看到陆臣的背影 己秋玉一时之间愣住了 他确实无法接受陆臣的欺骗 但是他的意思 只是他们以后不再做道理了 可他没有说 让陆臣离开黑月城啊 己秋玉瞬间反应过来 当初是他留下陆臣的 而今 自己和陆臣提出了 结束道理的关系 那陆臣自然也就没有必要 继续待在黑月城了 毕竟他是主动的一方 而陆臣是被动的一方 见到陆臣的背影越来越远 己秋玉感觉内心一阵刺痛 无比的难受 虽然他接受不了这样的欺骗 但是陆臣就他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 若是没有陆臣 他大概率早就被魔物吞噬了 而且 他对陆臣的感受 也是实实在在的 尽管那只是傀儡 但他能够感受得到 傀儡背后之人 对他传达的爱意 一时间 己秋玉心如刀脚 眼看着陆臣就要走出院子 己秋玉再也忍不住 等等 陆臣随即停下脚步 不过并没有回头 己秋玉问道 你真的喜欢过我 陆臣投 也不回地说道 若是不喜欢 我一开始不会答应你 留在黑月城 己秋玉说道 你当初果然有所图谋 但你不该骗我 陆臣说道 若是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 那是傀儡 我们或许也不会成为道理 听到陆臣的话 己秋玉陷入了沉默 确实 若是陆臣一开始就告诉自己 他只是一个傀儡的话 他或许会就会怀疑 陆臣这个傀儡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也不会在一个傀儡身上 倾注太多的感情 更加不会产生 和一个傀儡做道理的想法 此时的己秋玉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刚才都说了那样的话 现在自己 若是还继续挽留陆臣 陆臣会怎么看自己 而且现在的他 又以什么样的身份 去挽留陆臣 两人都沉默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臣见差不多了 于是主动说道 秋玉 我的确对你隐瞒了一些事情 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也想和你做道理 只不过我身份特说 本体暂时没办法来黑月城 我本来的想法是 等有一天我的本体 来到黑月城后 我就和你坦白一切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的傀儡 会被刺客破坏掉 听到陆臣的话 己秋玉并没有回应 一直沉默着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 己秋玉这才开口问道 你真要走 陆臣说道 我当初留下来是因为喜欢你 如今 我们已经不再是道理关系 我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了 听到陆臣这话 己秋玉微微捏紧拳头 随即他咬了咬牙问道 你的本体 什么时候才会来黑月城 陆臣说道 我也不知道 己秋玉再次问道 你的傀儡都拥有造花镜的实力 那你的本体一定很强大 你这么强大的存在 会看上我这种弱者 己秋玉不是傻子 操控的傀儡 都拥有造花镜的实力 那陆臣最起码都拥有阴阳镜 甚至于万法镜之上的实力 这么强大的存在 大概率是某个势力的老祖 或者太上长老 这种存在身边 是不缺漂亮的女人的 他怎么可能看上自己 听到己秋玉的问题 陆臣说道 我的本体 也只有阴阳镜的修为 并不是很强大 而且在我眼中 你从来都不是弱者 你为了人类 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镇守黑月城 若是你这么勇敢的人 都是弱者 那躲在你身后的那些人 连蝼蚁都算不上 己秋玉再次陷入了沉默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现在脑子很乱 他无法容忍陆臣欺骗他 但是他又舍不得 陆臣就这样离去 就在这时候 傀儡陆臣突然出现在 己秋玉的面前 己秋玉微微愣神了一下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陆臣拉入怀中 你 己秋玉完全没有料到 陆臣会这么做 他想说什么 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陆臣这时候 在己秋玉的耳边说道 秋玉 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撒谎 原谅我好吗 听到陆臣这话 己秋玉的心脏 顿时疯狂地跳动 虽然知道眼前的这个陆臣 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但是己秋玉内心 依旧无比地躁动 他并没有立刻回应陆臣 过了一会儿后 陆臣再次在他的耳边说道 百年之内 我的本体一定会来黑月城见你 听到陆臣这话 己秋玉这才开口说道 你的意思 让我等你百年 己秋玉的语气 已经缓和了很多 显然已经 没有刚才那么生气了 陆臣连忙说道 我可没说让你等 我现在不就是在你的身边吗 听到这话 己秋玉冷哼了一声 你觉得我那么好骗吗 一个傀儡就能够稳住我 让我心甘情愿等你一百年 陆臣说道 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我的本体 确实没有办法来黑月城 等以后本体赶到了黑月城 我一定会弥补你 这时候 己秋玉推了推陆臣的傀儡 陆臣并没有抱得特别用力 己秋玉一推两人就分开了 己秋玉看着陆臣的眼睛说道 你确定百年内你的本体 能够来到黑月城 陆臣肯定地说道 能 一定能 听到陆臣的话 己秋玉微微叹了口气 随后说道 那我们就 再做百年的道理 若是一百年后 你的本体 依旧没有来黑月城 我们的关系便就此结束了 见己秋玉松口了 陆臣连忙说道 秋玉你放心 我拼了命也会在百年内 来到你的身边 听到陆臣这话 己秋玉一脸狐疑地看着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陆臣的本体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陆臣能够将傀儡这么快就送来 那陆臣的本体 也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 就来到黑月城才是 陆臣没有理由 非要拖一百年才来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他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无法离开 所以 只耐够派傀儡来 己秋玉随即问道 陆臣 你如实告诉我 你的本体 是不是被困在了什么绝地 陆臣回答道 没有 己秋玉提醒说道 你刚才说过 不会再对我撒谎 陆臣表现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随后叹了口气说道 秋玉 具体的原因我 暂时没有办法告诉你 一旦告诉了你 必然会给你 也会给整个黑月城 带来巨大的麻烦 我的身份比较特殊 牵扯甚广 听到陆臣的回答 己秋玉柳梅微微一抬 身份特殊 到底有多特殊 就在己秋玉 还想继续追问陆臣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 紫霄王朝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紫霄王朝这些年 内斗比较严重 据说紫霄王朝的一些皇子 都被迫逃离了紫霄王朝 流浪在外 己秋玉倒不是认为 陆臣是紫霄王朝的皇子 他只是怀疑 所以他才不能够把身份说出来 一旦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份 很可能会引来无数的敌人刺杀 想到这里 己秋玉决定不再追问陆臣的身份 这时候 己秋玉继续问道 那这次来城主府刺杀你的人 是你的敌人 陆臣回答道 不是 他们是血红方的杀手 陆臣自然是知道 这次的杀手是谁派来的 不过他并没有打算明说 若是明说是白文斌派来的杀手 己秋玉或许会想他是怎么知道 听到血红方三个字 己秋玉愣了一下 血红方是紫阳世界最大的杀手组织 血红方什么生意都敢接 只要价钱给够 他们甚至敢对紫霄王朝的皇帝出手 这么说来 是有人雇佣了血红方的杀手 想要除掉陆臣 己秋玉沉思了片刻 瞬间就想到了白文斌 说起谁最想陆臣除掉陆臣 那恐怕就是白文斌了 白文斌上次来黑月城 很可能发现了他和陆臣的关系 尽管他和陆臣 还没有发生过男女之事 但是他们经常晚上待在一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是大概率被白文斌知道了 所以他这才走得这么急 着急着回去请血红方的杀手 来除掉陆臣 一想到这里 己秋玉内心就产生了一丝愧疚 如果不是他的话 陆臣或许也不会被刺杀 同时他的心中还多了一丝庆幸 庆幸还好陆臣只是傀儡分身 若是陆臣的本体在这里的话 很可能就遭遇不测了 想到这里 己秋玉心里对陆臣的怨气 基本上就消散了 己秋玉此刻说道 我大概已经猜到 想杀你的人是谁了 陆臣假装好奇地问道 是谁 己秋玉微微叹了口气回答道 白文斌 陆臣表现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道 原来是他 他确实有刺杀我的理由 说到这里 陆臣的目光在己秋玉曼妙的身子上扫了一遍 被陆臣这么赤果果地看着 一时间己秋玉觉得郊区有些发烫 己秋玉连忙稳住心神 这只不过是陆臣的一个傀儡而已 自己怎么能够对傀儡产生那样的想法 陆臣随后继续说道 现在怎么办 他既然派人刺杀我 大概率就已经知道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倒是无所谓 我只是一个傀儡分身 就算他杀了我这个分身 我还有其他分身 但若是他因爱生恨 也派杀手对你出手怎么办 己秋玉说道 他不敢对我出手 我是紫霄王朝的派来镇守风魔禁地的人 若是我出了什么事 紫霄王朝第一时间就知道 我的身上还有追魂咒 一旦有人杀了我 杀我的人身上就会留下印记 到时候计价 还有紫霄王朝 都有可能派人来追杀对我出手的人 紫霄王朝因为内斗的原因 已经几年没有派人来风魔禁地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 这个特殊在紫霄王朝就不重要了 他毕竟是代表紫霄王朝 来看守风魔禁地的 他若是出了什么事 无论是那个皇子掌权了 必然都会为他报仇 就算是请血红方的杀手出手杀他 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白文斌可未必出得起 请杀手杀他的价钱 陆成说道 话是这么说 但是谁也说不准 白文斌会不会走极端 几秋玉继续说道 他是一个十分自私的人 遇到规模大一点的魔潮 都会第一时间就逃跑 你让他冒着风险对我出手 他做不出这样的事 陆成说道 这倒也是 那我就放心了 只要你没事就好 说到这里 陆成再次搂着几秋玉的腰肢 被陆成这么搂着 几秋玉的郊躯忍不住微微一颤 不过很快 他又反应过来 他眼前的陆成 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几秋玉问道 你的傀儡之身 和你的本体是一样的吗 陆成回答道 我的傀儡就是仿照本体制作的 容貌一模一样 听到陆成的回答 几秋玉内心再次松了口气 一模一样就好 以后见到陆成本体的时候 他也能够迅速接受陆成的本体 不至于不习惯 这时候 陆成在几秋玉的耳边说道 秋玉 你的身子好香 我真想现在就来到你的身边 和你双修 听到这话 几秋玉的郁夹 顿时变得无比滚烫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香 自己面前的 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他怎么可能闻到 自己身子的香味 想到这里 几秋玉轻哼了一声 油嘴滑舌 你本体又没有在这里 你怎么可能闻到 我身上的味道 陆成笑着说道 虽然我的本体不在这里 但是我的傀儡分身里面 有一缕我的神识 傀儡感知到的 我的本体 也能够通过相连的神识感知到 这 几秋玉心里想到 这么说来 尽管面前的是傀儡 但是陆成的本体 同样也体验到了 他身子的触感 想到这里 几秋玉的玉蓉浮现了 大片大片的红韵 他一开始无法接受 陆成是傀儡分身 就是因为 他感觉自己 把感情都倾注到了 一个傀儡的身上 而傀儡只是死物 陆成本体并没有感受到 他的一切 所以 他的付出都白费了 现在想想 若是陆成的本体 能够通过傀儡 感知到他的身子 那他的努力 其实也不算白费 见几秋玉满脸羞红 陆成继续说道 秋玉 你放心 等我的本体来到你身边那天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 见陆成说得这么赤果果 几秋玉连忙说道 你不要再说了 陆成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将几秋玉的身子 死死地抱在怀中 此时此刻 陆成的本体的欲望 也被几秋玉彻底挑起 陆成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回了黑龙城皇宫 苏寒烟躺在软榻上 目光注视着黄色的连杖 不知道在想什么 突然间 一个声音响起 让娘子久等了 听到陆成的声音 苏寒烟的郊躯 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 他随即扭头看向床边 只见陆成直接向他扑了过来 还没有等他开口问他什么 他就感觉到 陆成又走了歪路 苏寒烟轻咬银牙 努力控制住 自己内心憋屈的情绪 接受了陆成 这时候 苏寒烟好奇问道 毕 陛下下刚才去了哪里 陆成一只手 揽住苏寒烟的腰肢 胸膛贴在他的玉背上 在他耳边如实回答说道 我刚才送了一个傀儡 去隔壁紫阳世界 苏寒烟努力控制住 自己内心的躁动 继续问道 陛下打算 嗯嗯 什么时候攻打那个世界 陆成说道 不着急 那个世界很大 我还没有摸清楚 那个世界的情况 说到这里 陆成转移话题道 寒烟 你们明仙宗创办修真学院 需要什么 帮助吗 苏寒烟赶紧说道 多 多谢陛下好意 我们自己办就好 不用陛下帮忙了 陛下只需要 给我们明仙宗名额就好 陆成那里的好处 可不是那么荣耀的 要是让大夏帮助明仙宗 创建修真学院 陆成这家伙 不知道又得提出 一些什么条件来 自己来要个名额 就失去了两次清白 他接下来都已经没清白 可失的了 要是再让陆成帮忙 陆成还不知道 会对他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见苏寒烟这么快就拒绝了 陆成微微抬起胸膛 握住苏寒烟的柳腰 若是让大夏帮助你们 创建修真学院 或许会让修士们觉得 你们学院有大夏朝廷的支持 更加正规 从而能够招收更多的人才 陆成话音落下 便持续进攻 完全没有给苏寒烟回话的机会 有大夏朝廷的支持 对弥仙宗来说 自然是好的 但是苏寒烟也明白 若是真的让大夏朝廷支持 今后进入弥仙宗 修真学院学习的修士 最终大概率 也还是会效忠大夏朝廷 那以后 弥仙宗就沦为了 给大夏培养人才的地方 就像现在的自己一样 彻底被陆成掌控 陆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咿咿呀呀的苏寒烟 只能在心里咒骂陆成 这个混蛋 真是什么都想要 得了他这个人还不满足 还要把他全身的清白都夺走 夺走了他全身的清白之后 还想要掌控弥仙宗的修真学院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成深深吐了一口气 然后继续说道 其实你也没必要 想太多 我只是觉得 你们弥仙宗第一次创建修真学院 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才想帮你 听到这话 苏寒烟轻哼了一声 他完全没有相信 陆成所说的话 随即苏寒烟有气无力地说道 呼呼 还是 呼不麻烦 必吓了 陆成说道 那好吧 既然你打算自己摸索着创建修真学院 那我也不再多说什么 不过 若是你有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随时来找我 说到这里 陆成的爪子 放在苏寒烟的团上面拍了拍 苏寒烟轻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陆成这时候俯身下来 宽阔的胸膛 再次和他的玉背贴在一起 陆成继续在苏寒烟的耳边轻轻说道 寒烟 是让人爱不释手 苏寒烟撇了撇嘴 没有理会陆成的情话 他知道 接下来两个月 恐怕自己是没办法回去了 让这个家伙尝到了甜头 他不会那么轻易放自己离开 苏寒烟这时候说道 毕 陛下 我很好奇 你真的打算依靠女人成就大道 陆成笑着说道 你这个问题 都问过差不多十次了吧 几乎每次苏寒烟被陆成压迫的时候 都会问出这个问题 他是真的好奇 陆成就只是毕了一次关 然后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在女人的身上 这样的人 真的能够成为大帝 以前陆成好歹也会处理一下 大夏王朝的政务 如今太子成长起来了 他现在彻底变成了一个甩手掌柜 什么都不干了 这家伙不是在某个妻妾的床上 就是在前往某个妻妾寝宫的路上 这笔魔修都还要堕落 虽然陆成的双修功法 确实能够修炼 提升境界 但是哪有人将这种修炼之法 当成是主要的修炼方法 每次和陆成还好之后 苏寒烟心里 都会冒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这家伙真就打算靠女人成帝 他要是走通了这条路 这个宇宙 不知道多少修饰的道心要破碎 不过苏寒烟感觉 陆成大概率没希望了 就算陆成的背景很强 但是按照陆成这么堕落下去 想成为大帝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陆成这时候 一边轻抚着苏寒烟的光华的肌肤 一边说道 你不要觉得 我这是堕落 在我看来 每条大道都有成功的可能 我走的是生命之道 只要我坚持走下去 总有一天就能够成帝 修炼最重要的 就是要道心稳固 不要怀疑自己的道 越是怀疑 就越是没有成功的可能 任何一条修炼大道 都是前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若是没有人尝试 也就没有那些修炼之道 趴在软榻上的苏寒烟 再次撇了撇嘴 没有继续说什么 这家伙每次都是这么说 他倒要看看 这家伙是怎么通过 所谓的生命大道成帝的 见苏寒烟没再说话了 陆成随后继续动作了起来 苏寒烟只能够再次配合陆成 走他的生命大道 与此同时 紫阳事件 大楚王朝 白文斌正在非洲上 看着舞女们跳着舞 此刻他心情非常好 虽然血红方的刺客 并没有将陆成的脑袋拿回来 不过刺客说 陆成自爆了 而且他也通过探子 确定了陆成确实已经自爆了 没了陆成 他就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虽然季秋玉 可能早就已经和陆成 发生了道理之时 但是他也不是特别介意 毕竟几秋玉长得这么漂亮 玩一玩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不负责就行了 想到这里 白文斌端起一杯酒 一饮而尽 然后对着舞女们说道 接着奏乐 接着舞 不过就在白文斌话音落下 一个侍卫突然来到非洲的小院 统领 不好了 听到这话 白文斌眉头一皱 本统领好得很 侍卫瞬间反应过来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纠正说道 统领 陆 陆成回来了 白文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很快黑了下来 陆成 他不是已经自爆了吗 回过神来后 白文斌立刻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血红方的杀手 不是说他已经自爆了吗 连那位阴阳镜的杀手 都被他自爆中创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侍卫立刻说道 是我们在黑月城的探子来信说的 他们亲眼看到了陆成回到城主府 白文斌陷入了沉思 血红方最讲究信誉了 应该不至于会骗他 那若是陆成真的自爆了 这次回来的陆成又是谁 难不成上次自爆的那个陆成 并不是真的陆成 这次这个才是 想到这里 白文斌的表情便得有些扭曲 他立刻说道 立刻让人继续打探 给我搞清楚 新出现的陆成是不是真的陆成 是 统领 侍卫领命后 便转身离开了非洲小院 白文斌挥了挥手 你们都下去 白文斌话音落下 那些舞女乐师们 立刻离开了小院 只剩下白文斌一个人坐在原位 白文斌这时候捏紧拳头 身上的灵器疯狂肆虐 周围的桌椅都被灵器给冲散 真的还活着 我既然能够杀你一次 也能够再杀你第二次 我倒要看看 你有几条命 说到这里 白文斌又立刻对院子门口的侍卫说道 来人 随后 白文斌再次安排了人去请血红芳的杀手 几天后 血红芳 一片 红色的树林之中 阵阵情声悠扬 此刻一个 身穿一袭红衣长裙的女子 正站在一棵大树的顶端 眺望着远处 女子容貌绝美 气质绝佳 无比高贵 分叉的红裙随着微风摆动 显现出他那双修长雪白的玉腿 这时候 一个老者出现在女人身后 见过尊上 女人淡淡地问道 情况如何 老者回答道 根据属下的打探 风魔禁地的魔潮 确实有过一次大爆发 但是被一个散修挡住了 听到手下的回答 血红芳房房主男公青雅 微微愣了一下 魔潮居然被一个散修给挡了回去 他倒不是希望魔潮扩散 只是前段时间 他打听到一个消息 根据天玑格的测算 魔潮在最近这段时间 很可能会大规模爆发 天玑格希望各方势力 能够把重心放在风魔禁地上 若是魔潮扩散 这个世界必将生灵涂炭 虽然血红芳算不上什么正道势力 但若是魔潮真的扩散 对血红芳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 南宫青雅让下属去打探了一下 黑月城的情况 看看风魔禁地 是不是真的有异常 南宫青雅继续问道 散修 那个散修是什么境界 老者回答道 回尊上 那个散修只有造化镜的修为 南宫青雅有些不敢相信 一个造化镜 能够挡住魔潮大规模爆发 南宫青雅继续说道 一个造化镜修士 都能够挡住的魔潮 那有他没他 都是一样的 若是连造化镜修士 都能够挡住魔潮 那证明 这个魔潮根本就算不上多大 不需要造化镜修士 仅仅依靠黑月城的那些士兵 用黑金武器 就能够挡住这个魔潮 老者继续说道 尊商误会了 先前魔潮爆发的规模 确实是千年来最大的一次 根据属下的打探 这个散修 似乎修炼了什么驱魔剑法 它的剑法对魔器有很强的排斥 十分克制魔器 因为它的存在 封魔禁地的那些魔物 不敢攻打黑月城 只能够继续待在封魔禁地 若是没有这个散修 恐怕整个黑月城都已经沦陷 甚至于大楚王朝 有一大半土地都被魔物占领 这 南宫青雅美眸之中 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能克制魔器的剑法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的剑法 南宫青雅说道 若是这有这样的剑法 那我们必须得到 听到南宫青雅这话 老者陷入了沉默 见老者迟迟没有说话 南宫青雅冷声问道 怎么 老者连忙说道 血红方前几天接到一单生意 大楚王朝的堂主 想都没有想 就接下了 结果他们刺杀的人 正是那个散修 老者话音落下 南宫青雅的身上 瞬间释放出浓厚的血气 老者也被这道血气 在这个世界 天魔一直是 悬在修士们头顶的死亡之剑 谁也不知道 封魔禁地天魔 什么时候能够破开封印 当年为了封印天魔 死了不知道多少人 一旦天魔冲破封印 这个世界 必将再次生灵涂炭 如果存在有能够 克制魔器的剑法 只要获得了这剑法 就等于是 拥有了一个保命的护身符 而那些蠢货 居然跑去刺杀 拥有驱魔剑法的人 老者吐了一口鲜血之后 连忙说道 尊上还请息怒 但是我们收到新的消息 前几天 有一个和那个散修一模一样的人 再次出现在黑月城 我们怀疑他根本没死 那个刺杀任务 实际是失败了 南宫清雅冷哼了一声说道 既然任务失败了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老者连忙说道 尊上放心 属下已经派人去将 大楚王朝的堂主给抓回来了 南宫清雅随后说道 本尊要亲自去一趟黑月城 本尊不在的这段时间 多关注一下紫霄王朝 是 尊上 老者话音落下 南宫清雅的身体就原地消失了 老者对着空中说道 恭送尊上 与此同时 白文斌的非洲上 白文斌正打算去黑月城 看看陆尘是不是真的还活着 这时候 一个侍卫突然闯进他的房间 统领 不好了 听到侍卫的话 白文斌的眉头一皱 若是你再这么继续皱本统领 你信不信本统领一脚将你踢下非洲 侍卫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说道 属下知罪 白文斌随后问道 又发生了什么事 侍卫回答道 血红方的人不仅拒绝了我们的任务 还将我们派去的人都给杀了 血红方还派人警告我们 以后若是再对陆尘出手 就将您 侍卫颤颤巍巍 没有继续说下去 白文斌的脸色黑了下来 将本统领如何 说 侍卫赶紧说道 就将您杀了 扔到风魔进地位 为魔物 白文斌顿时气得牙痒痒 不是说血红方只要是见到了钱 什么杀人都会接吗 为什么不接他的任务 反而还要警告他 不准对陆尘出手 这个陆尘到底什么来临 侍卫继续说道 属下还听闻 血红方的堂主 已经被血红方给处理掉了 据说就是因为接了我们的任务 白文斌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因为一个伞修 就把一个堂主给处理掉了 血红方的堂主 至少都是阴阳经六重的高手 陆尘只不过是一个伞修而已 为了一个伞修 解决一个自己势力的高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侍卫这时候提醒说道 统领 陆尘拥有驱魔剑法的事情 已经传开了 恐怕接下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势力 为了驱魔剑法接近陆尘 我们今后更加没有机会 对陆尘出手了 听到侍卫这话 白文斌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驱魔剑法 对于任何一个势力来说 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拥有了驱魔剑法 就等于是拥有了护身符 恐怕血红方 也看上了陆尘的驱魔剑法 所以对陆尘的态度 才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这么一来 自己岂不是再也没有机会 除掉陆尘了 陆尘这么重要 以后必然会有一些势力 派人来保护陆尘 想到这里 白文斌不甘心地捏紧了拳头 一拳砸向自己旁边的桌子 将桌子砸得粉碎 白文斌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行 不能够就这么算了 陆尘必须得死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白文斌也清楚 现在想要除掉陆尘 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得好好谋划谋划了 时间转眼间 就过去了一个月 紫色连杖飘扬的寝宫内 一个女子的声音悠悠地回荡着 脸红的侍女们来来往往 唤洗着房间里面的东西 假装没有听到那些声音 对于他们来说 在皇宫当侍女 必须要学会忍耐 每个寝宫的侍女都是固定的 皇帝不来的时候 他们就比较轻松 但是一旦皇帝来了 那十天半个月 他们都没有好日子过了 当然 他们的身体倒不是特别累 毕竟也就比平时多一些活干 哪怕苏寒烟不在寝宫 平时该换洗被子 还是要换洗 主要还是精神上的疲惫 阳光照进房间 白黄黄的一片反射着光芒 人的身体 就好像散发出了圣洁的光芒一般 苏寒烟的修长的玉璧 无力地搂着陆臣的脖子 整个人趴在陆臣的身上 臂 臂下 已经有两 两个月了吧 虽然回春手 可以连续不断地消除身体的任何不适 但是大脑的感觉 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 还是让苏寒烟 有些扛不住了 陆臣这时候 扭头看向软塌边上伺候的侍女 问道 过去多久了 侍女红着脸回答道 回陛下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零两天 听到侍女的回答 苏寒烟心里一正 她以为早就过去了两个月 没有想到 这才过去了一个月 那自己岂不是还要在这里待一个月 她现在都感觉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看到美人这副媚眼如丝的样子 娇若无力的样子 陆臣也知道 苏寒烟大概已经到极限了 她轻轻抚摸着她的预备 随后说道 先休息几天吧 过几天我再来找你 花音落下 陆臣就微微翻身 将苏寒烟的身子 放在了软榻上 然后抽身离开 朝着浴池走去 见陆臣终于起身了 苏寒烟这才松了口气 总算是能够休息一下了 苏寒烟随后运转功力 努力平复自己躁动的内心 而陆臣进入浴池洗了个澡后 便直接前往了云仙仙的房间 上次云仙仙帮她制造了三个傀儡 她说了 要报答云仙仙 当然要说到做到 正在打坐的云仙仙 感知到陆臣的气息后 顿时睁开了眉目 云仙仙整个人身穿 一袭白色的青纱 端坐在软榻上 散发出圣洁的光辉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探索 看到陆臣在床边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云仙仙立刻想到了 这一个月以来 陆臣在苏寒烟的寝宫 做的那些事情 云仙仙面色轻了 语气却有些颤抖地说道 你怎么来了 陆臣微微一笑 师尊 之前你帮我制造了三个傀儡 我说了要报答你的 自然要说到做到 云仙仙说道 举手之劳 不用了 你还是去忙你的吧 云仙仙还是担心 陆臣这个家伙 会像对待苏寒烟那样 对待自己 不过陆臣可没有理会 云仙仙的话 他直接厚着脸皮 来到了软榻上 然后将它推倒在软榻上 云仙仙脸色微微浮现 一抹红蕴 逆徒 你 你想干什么 陆臣没有再说话 直接俯身下去 眼看着就要接触到 云仙仙的红唇 云仙仙知道自己 恐怕是跑不掉了 于是连忙用手 撑着陆臣的嘴巴 然后说道 先说好 本尊可不会像苏寒烟那样 伺候你 如果只是正常的道理之事 他倒是没有太多反感 但若是让他像苏寒烟那样 伺候他 他可不会敢 陆臣说道 我知道 我没有这个想法 见陆臣都这么说了 云仙仙随后将手拿开 陆臣立刻低头下去 稳住了云仙仙的红唇 嗯嗯 片刻之后 两人就进入了状态 傍晚 紫阳事件 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进入了黑月城 她的身体如同鬼魅一般 一会儿出现在城主府的上空 一会儿出现在城楼上 女人身上的灵力波动并不明显 几乎没有人察觉到她的存在 连城主府的几秋玉 和陆臣傀儡都没有意识到 有一个强者来了黑月城 夜深人静的时候 书房的几秋玉 处理完了黑月城的公文 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 随后便想起了陆臣 这时候 一旁的侍女问道 城主大人 热水已经准备好了 几秋玉说道 暂时不用 我要去副城主那里 讨论修行问题 话音落下 几秋玉便直接前往了陆臣的房间 这时 陆臣的本体正在忙碌 对傀儡的操控并不强 感知力也大幅度下降 听到敲门声响起 陆臣才知道 几秋玉来了 陆臣 我能进来吗 陆臣说道 呼 进 进来吧 听到陆臣的声音 几秋玉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随后他进入了房间 此时的陆臣傀儡 躺在软榻上 看起来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几秋玉好奇地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陆臣说道 呼呼 我的本体正在突 破 所以对傀儡的操控变弱了 几秋玉没有怀疑 他直接走到软榻边上坐下来 那你还是收回神识 安心突破吧 我帮你看着傀儡就好 一心二用 对于正在突破的修真者来说是大忌 很容易导致走火入魔 不过几秋玉也并没有打算 就这么离开 陆臣现在正在突破 就意味着他的傀儡 现在没有人保护 万一待会儿又来了一个刺客 破坏了陆臣的傀儡分身怎么办 所以 他还是打算 继续留下来守着 陆臣说道 呃 好 就这样 几秋玉守在了陆臣的软榻边上 听着陆臣时不时传来的怪异声音 听着这些声音 几秋玉的身子 也不知不觉的 有些躁动起来 他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在自己面前的 明明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自己怎么能够对一个傀儡 有那样的想法 一想到自己内心的龌龊想法 继秋玉的脸色就有些发烫 他赶紧运转灵力 试图平复自己内心的躁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陆臣的突破 还在继续 并且沉重的声音越来越频繁 就在继秋玉走神的时候 你突然间 一阵阵阴风吹来 吹得房间的窗户不断作响 继秋玉瞬间回过神来 立刻从软榻上起身 什么人 虽然对方隐藏了气息 但是刚才那股血气 实在太浓厚了 他也闻到了 很显然 又有刺客来了 继秋玉声音落下后 并没有人回应 不过他并没有放松警惕 一直看着门口 过了不知道多久 一个声音在房间里面响起 本尊刚才听到房间里面有声音 还以为继承主 在和陆承主行男女之事 结果什么都没有 陆承主这是怎么了 为何一直呻吟 需不需要本尊帮你看看 听到这个女人清冷的声音 继秋玉柳眉一皱 只闻其声 未见其人 并且还一点气息都没有感知到 只能够闻到浓浓的血气 来人的实力 已经远超过了他们 继秋玉内心瞬间紧张了起来 不过他也明白 这人应该是冲着陆承来的 而且 很可能是冲着驱魔剑法来的 如果只是要刺杀陆承 不可能会派这么厉害的杀手来 继秋玉随后对着门口说道 前辈既然来了 为何不敢露面 难不成前辈是什么魔修 害怕见人 听到几秋玉的话 男公清雅轻笑了一声 下一刻 一团血雾在房间里面旋转起来 看到这一幕 几秋玉的心再次提了上来 不过他转念一想 软榻上的陆承只是一个傀儡 就算这人的实力真的很强 大不了到时候 陆承再次自爆傀儡 只要陆承的本体藏好就行了 想到这里 几秋玉稍微松了口气 片刻过后 血雾渐渐消散 一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女人 出现在房间里面 绝美容颜 凹凸有致的身子 修长的玉腿若隐若现 看到这个女人 陆承正在冲撞的本体 也变得凶猛了几分 男公清雅 再次扫了一眼软榻上躺着的陆承 继续说道 陆扶城主 自我介绍一下 本尊乃是血红方房主 男公清雅 此话一出 几秋玉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 他刚才就知道 来的人很强 但是他没有想到 来的居然是这么大的人物 血红方的房主 这放在整个紫阳世界 都是实力 能够排进前二十的存在 虽然不知道他的具体实力 但是他至少都有万法 进五重以上的修为 这么强大的一个人 居然亲自跑来黑月城找陆承 几秋玉的脸色 微微有些惨白 驱魔剑法太重要了 已经引起了大势力的关注 男公清雅 虽然是第一个来寻找陆承的强者 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以后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强者 为了得到驱魔剑法 跑来寻找陆承 几秋玉现在无比的庆幸 还好陆承以傀儡示人 若是陆承的本体在这里 那就麻烦了 陆承并没有第一时间 回应男公清雅的话 见陆承整个人呆呆地躺在软榻上 男公清雅美眸一皱 这是何意 一个造化镜的修饰 见到自己一个万法镜的强者 没有行李 脸上没有紧张的神情就算了 现在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正当男公清雅 正要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陆承突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呼 真爽 男公清雅一脸困惑地看着陆承 陆承这时候扭头看向男公清雅 用系统识别了一下男公清雅的身份 名字 男公清雅 身份 紫阳世界血红坊坊主 紫肖王朝女皇的妹妹 万法镜五重的修为 听说黑月城有散修拥有驱魔剑法 第一时间便亲自前往了黑月城 打算从陆承那里获得驱魔剑法 评分 98 好感度 35 看到男公清雅的资料后 陆承微微一笑 没有想到自己的本体 还没有到紫阳世界 就已经遇到了两个平分超过90的女子了 陆承随后说道 不知前辈来找晚辈 是为了何事 不知道为什么 男公清雅总感觉陆承的眼神之中 带有一丝对自己身子的侵略想法 一个造化镜的修饰 见了自己不行礼就算了 眼睛还直勾勾地在自己的身上扫来扫去 如果换作是其他男人 他此时恐怕已经出手 将对方变成一团血物了 不过陆承身上还有他需要的东西 他暂时还不会杀了陆承 男公清雅说道 本尊听闻你的身上拥有一门特殊的剑法 能够克制摩弃 不知道陆承主 能否将这门剑法传授给本尊 男公清雅也不打算再浪费时间 他想要的东西 直接硬抢就是了 若是陆承不同意的话 他有足够多的办法让他同意 陆承说道 前辈 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听说的 我并没有这样的剑法 见陆承果然拒绝了 男公清雅冷哼了一声 红色的长裙 随着他的身体里面 散发出来的血气疯狂飞舞 下一刻陆承的身体 直接从床上飞了起来 一股强大的力量 掐住了陆承的脖子 并且将陆承的身体 给带到了男公清雅的面前 男公清雅血红的眸子 注视着陆承说道 本尊的耐心是有限的 陆承脸上 依旧没有丝毫的慌张 他笑着说道 晚辈不知道 前辈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 哪怕前辈将晚辈给杀了 晚辈也没有前辈口中所说的那种 克制魔器的剑法 看到陆承 一副毫不畏惧死亡的样子 男公清雅大脑微微一愣 莫非真的没有 还是说 这个家伙吃软不吃硬 就在这时 男公清雅的目光 突然看向几秋玉 他来黑月城 就听说了几秋玉 和陆承的一些谣言 而且 他们两个人 刚才又在一个房间里面 很显然 那些谣言不仅仅只是谣言 这两个人之间 肯定是有暧昧关系的 想到这里 男公清雅立刻抬手 下一刻 一团血物就掐住了纪秋玉的脖子 将纪秋玉的身体悬空 拉到了陆承的面前 本尊倒要看看 是驱魔剑法重要 还是你的道理重要 纪秋玉正想说 让陆承别交出来 但是他怕自己现在开口说话 就暴露了 陆承拥有驱魔剑法的事 陆承这时候平静地说道 前辈 晚辈确实没有能够克制魔器的剑法 没有就是没有 哪怕你杀了晚辈 晚辈也拿出来 见陆承还在嘴硬 男公清雅不禁想到 都到了这个时候 他应该不至于说谎了吧 毕竟这家伙和他小情人的性命 还在自己手上呢 难不成真的没有驱魔剑法 那魔巢是怎么被击退的 随即男公清雅问道 本尊听闻前不久 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魔巢 你一人便将魔巢挡在了黑月城外 让魔物不敢踏出风魔境地 你若是没有驱魔剑法 那你是如何做到的 陆承回答道 那是因为我体质特殊的原因 体质特殊 男公清雅狐疑地看了一眼陆承 随后立刻感知了一下陆承的身体 结果这一感知他才发现 陆承的身体确实十分特殊 他居然都没有感知到他的心跳 就好像是一个死物一样 不过陆承身上的其他地方 又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男公清雅一挥手 将陆承和几秋玉都放了下来 随后他对陆承继续说道 你释放灵力给本尊看看 陆承没有犹豫 直接释放出灵力 他发现陆承释放出来的灵力 确实有些不一般 而且陆承释放的灵力 不仅抑制魔气 居然还能够抑制他身上的血气 也就是说 陆承不仅是魔物的克星 还是他的克星 感受到陆承释放出来的灵力后 男公清雅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还是说第一次体验到 这种让他感到心悸的力量 看到自己的灵力 似乎在克制男公清雅的血气 陆承瞬间反应过来 虽然男公清雅不是纯正的魔修 但是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邪修 而藏魔爵不仅仅是克制魔修 还能够抑制邪修的力量 当然 藏魔爵对邪修的克制程度 没有对魔修那般夸张 此时男公清雅对陆承产生了杀心 若是陆承真的克制他 那继续留着陆承 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祸害 不过 陆承释放的灵力这么特殊 说不定还真的能够克制魔气 这么想来 他并没有说谎 也许真的是因为他体制特殊 对于体制特殊这一点 还真的没有好的办法 如果就这么杀了陆承 以后再想要找到一个克制魔气的人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男公清雅沉默了片刻 他说道好了 男公清雅话音落下 陆承便将灵力收了回去 陆承这时候问道 这下前辈总该相信晚辈的话了吧 男公清雅心里想到 既然陆承体制特殊 那就干脆将这个家伙带到血红方去 今后若是天魔突破了封印 到时候就利用这个家伙对付天魔 想到这里 男公清雅随即说道 既然你不会驱魔剑法 那你就随本尊去血红方吧 听到这话 姬秋玉心里一正 连忙说道 不可 男公清雅的红色眸子 瞬间看向姬秋玉 随后嘴里发出一声威胁的声音 嗯 姬秋玉连忙继续说道 前辈 若是陆承离开了黑月城 黑月城下次再遇到了魔潮大规模爆发 那黑月城必然无法抵挡 男公清雅冷笑了一声说道 黑月城怎么样 和本尊有什么关系 陆承说道 还是有关系的 若是魔潮扩散 那些魔物帮助封魔禁地的天魔 吸收了足够多的血气 那天魔就很可能会提前破除封印 天魔若是破除了封印 到时候紫阳世界必将生灵涂炭 而血红方和前辈一样会受到天魔的威胁 听陆承这么一说 男公清雅沉默了片刻 陆承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他想要将陆承带走 主要原因就是 为了预防天魔破除封印后 对血红方出手 而若是他带走了陆承 反而有可能加速天魔破除封印 不过 若是自己不带走陆承 等其他势力知道了陆承的能力 他们也必将会跑来带走陆承 他会十大体固大局 但是别的势力就未必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 还是提前将陆承带走 免得到时候陆承被别的势力抢走了 男公清雅此时说道 就算本尊不带走你 你拥有这样的体制 其他势力知道了 同样会将你带走 陆承说道 若是有别的势力 想要强行带走晚辈 晚辈就以死向逼 若是晚辈死了 今后紫阳世界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克制魔器了 一旦天魔破除封印 到时候 所有修士都只有等死 男公清雅的红色眸子 扫了一眼陆承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儿后 男公清雅开口说道 好 本尊可以不带走你 说到这里 男公清雅拿出一块红色的令牌 然后扔给了陆承 这是血红方的防主令 今后你若是遇到了其他势力的人 想要强行带走你 你就催动防主令 本尊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虽然男公清雅是邪修 但是为了不让天魔破除封印 他也只好选择了顾全大局 而且 他的防主令可不是一般的令牌 他的防主令 会不断地侵蚀陆承的神魂 如此一来 他就能够渐渐掌控陆承 今后陆承就是他的人了 所以他也不用着急着 这么快就带走陆承 陆承接住男公清雅的防主令后 立刻躬身作医说道 多谢前辈 男公清雅 随后一甩红色的衣袖 身体化作了一道旋转的血污 只留下了一道生意 你别想着逃跑 无论你逃到什么地方 本尊都能够将你找出来 听到这话 陆承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忧心忡忡地看着陆承 没想到你 居然把这么大的人物都给引来了 接下来 黑月城恐怕不会太平了 连男公清雅这种强者 都出现在了黑月城 那其他势力的那些强者 又怎么可能做得住 毕竟陆承现在 是唯一能够 极大限度克制魔器的存在 连黑一惊都没有 陆承身上释放的灵力效果好 看到己秋玉一脸担忧的样子 陆承笑着说道 不用担心 我现在在黑月城 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若是将我带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正常人都不会想让魔潮扩散 毕竟天魔是修士的克星 并且是以修士为实的 若是真的将天魔给放出来了 到时候 整个紫阳世界的修士都会遭殃 那些势力也会有劫难 如今连血红方的方主 都没有将他带走 其他势力知道后 自然也不敢开这个头 人就只有一个 若是都来抢陆承 各大势力不仅有可能损失惨重 反而最终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还不如让他待在黑月城 抵挡魔潮扩散 这样反而能够降低天魔破开封印的速度 听到陆承的话后 己秋玉微微叹了口气 他再次感到无比的庆幸 还好自己面前的陆承是傀儡 若是陆承本体出现在这里 那陆承的处境就危险得多 若是今后非要有人带走陆承 陆承完全可以自爆 假死脱身 等风投过后 陆承可以再派一个傀儡来黑月城 与此同时 黑月城外 一艘巨大的非洲 在月色下 安静地朝着黑月城飞来 白文斌坐在亭子里面 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 他感觉无比的郁闷 陆承只不过是一个散修而已 如今居然得到了血洪方的庇佑 自己也不敢随便对他出手了 虽然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但是他似乎也没有好的办法 若是他继续对陆承出手的话 血洪方的杀手很可能会杀了自己 一想到这些 白文斌就觉得心里憋屈得很 他堂堂大楚王朝的一个将军 居然连一个小小的散修都对付不了 就在白文斌不停地喝着闷酒时 一个声音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白统领老朽听闻你和那个陆臣 似乎有些矛盾 听到这个声音 白文斌眉头一皱 立刻握紧手中的剑 直接刺向自己的身后 但是当他回头一看 身后却并没有人 白文斌扫视了一眼自己身后的院子 随后冷喝一声 什么人 藏头鹿尾的 有本事出来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白文斌的后背已经开始冒冷汗 能够悄无声息地靠近他 这说明对方的实力 至少都是在自己之上 白文斌心里很怀疑 是不是血红方已经派杀手来杀自己了 想到这里 白文斌的拳头 死死地握紧手上的剑 就在这时候 一个声音在亭子的外面响起 白统领不必紧张 老朽是来帮助你的 白文斌连忙扭头 看向亭子入口 只见一团黑雾缓缓消散 随后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褶 看着的兜帽遮住了脸颊 隐隐约约 只能够看到一些褶皱的枯树一样的皮肤 感受到黑袍老人身上散发的气息 白文斌的额头疯狂地冒汗珠 这人的实力至少都是阴阳镜 甚至有可能是万法镜强者 他不是没有见过阴阳镜修士 一般的阴阳镜修士 没有这么大的威压 白文斌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内心的恐惧 这个老者刚才说是来帮助他的 那对方应该不会伤害他 想到这里 白文斌问道 前辈说要帮助晚辈 不知道前辈要帮助晚辈什么 老者说道 自然是帮助白统领 杀了陆臣 白文斌微微一愣 随后心中大喜 连忙问道 前辈打算出手杀了陆臣 前辈想要什么 只要前辈能够杀了陆臣 前辈想要什么 只要是晚辈有的 晚辈都给前辈 老者说道 白统领误会老朽的意思了 老朽只是说 帮助白统领杀了陆臣 但是老朽并没有说要亲自动手 白统领想要杀陆臣 还是需要白统领亲自出手 这 白文斌眉头一皱 随后说道 前辈 晚辈只有造化镜的实力 而黑月城除了陆臣是造化镜之外 己秋玉也是造化镜修士 我怎么可能是 他们两个的对手 况且 如今血红方似乎很看重陆臣 不准任何人对陆臣出手 想必血红方已经派人去黑月城保护他了 依靠晚辈一个人的力量 想要杀陆臣 难如登天 黑袍老人发出节节节的怪笑声 随后说道 这个很简单 只要你变得足够强 他们就都不会是你的对手 听到这话 白文斌心里想到 这不是废话吗 关键是修炼那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他想要拥有杀死陆臣的实力 最起码也得阴阳镜 等他突破到阴阳镜的时候 陆臣恐怕同样也是阴阳镜修士了 关键还是 血红方有可能在保护陆臣 如果是一对一 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先不说自己能不能够杀死陆臣 就算是自己偷袭成功 杀了陆臣 这是要是被血红方知道了 血红方搞不好 第一时间就派人将自己给灭了 白文斌打量了一眼眼前的老者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这老者的身上散发出一股 让人特别难受的气息 白文斌随即说道 请前辈明示 白文斌不相信这个强者跑来自己这里 就是鼓动自己去送死的 既然这个老者说出了让自己变强的话 那就证明 这个老者一定有能够让自己变强的能力 老者随即说道 只要你愿意接受天魔之力 老朽就能够赐予你足够强大的力量 白文斌心里一正 天 天魔之力 白文斌睁大眼睛 神色恐惧地看着眼前的老者 难怪他总感觉 这个老者身上散发着让他感觉难受的气息 原来这个老者身上散发出来的是 天魔之力 天魔之力克制修士的灵力 自然会让修士觉得难受 如此说来 这个老者是一个魔修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魔修 普通的魔修身上 可不会拥有天魔之力 能拥有天魔之力的魔修 必然都是和天魔 有过直接接触的魔使 一时间 白文斌的内心变得无比恐慌 他没有想到 居然会有魔使找到自己 他很清楚 这个世界对于魔修的憎恶 若是自己变成魔修的话 今后自己很可能就会过着藏头入尾的生活 但是眼前的人可是魔使 实力比他强太多了 如果自己不答应 这个魔使必然会出手杀了自己 此刻的白文斌 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完了完了 现在该怎么办 见白文斌并没有立刻答应 看着发出了阴森森的笑容 白统领 你在大楚王朝当了已经快一百年的将军了吧 难道你就不想要更进一步 以你的资质 想要突破到阴阳境 没有几百年根本不可能 甚至有可能到大县道了 你也未必能够突破到阴阳境 你主动靠近几秋玉 追求几秋玉 不就是想要通过几秋玉和紫霄王朝搭上关系 从而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可惜几秋玉如今已经是入城的女人 你的这条路已经断了 听到老者这番话 白文斌陷入了沉默 确实他的资质并不怎么样 不然他也不可能一直在大楚王朝的边境 当一个将军 如今的大楚王朝已经四分五裂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惜他只占了很小的一块土地 他也想过扩张地盘 扩张势力 但是他的实力不济 没办法和其他节度使抗衡 他追求季秋玉 除了看中几秋玉的美貌之外 还看中几秋玉身后的那股力量 尽管紫霄王朝已经是很久没有派人来黑月城了 但几秋玉毕竟还是紫霄王朝的人 而且季秋玉背后还有一个季家 但是现在一切都成空了 季秋玉已经和陆成在一起 并且还有血红方保护陆成 他也很难将他们拆散 他今后恐怕就只能够等待着 大楚王朝彻底分裂的那一天 然后他的地盘被大楚的其他节度使吞并 他要么被迫逃离 要么被迫成为其他节度使的手下 身为一个有野心的人 他可不想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 想到这里 白文斌捏紧拳头 虽然在紫阳世界摩羞人人喊打 但是只要隐藏得好 别人也未必能够发现他是魔修 随即白文斌对老者说道 前辈 晚辈愿意接受天魔之力 见白文斌同意了 老者哈哈大笑起来 好 很好 老朽现在就赐予你天魔之力 话音落下 老者手一抬 一团黑色的迷雾 就将白文斌的身体给包围了起来 随后那些黑雾 通过白文斌的蹊跷 钻入白文斌的身体 一时间 白文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叫声 老者手一挥 他们所在的院子 便被一个隔音节节包围 非洲上的侍卫 完全听不到院子里面的动静 紫霄王朝 皇宫 星辰殿 大殿之内 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宝石 进入大殿 就仿佛进入了星空一般 一个身穿红色凤袍的女子 正坐 端坐在大殿的中间 女子容貌清冷 头戴凤冠 身上散发出高贵的气质 这时候 一个身穿蓝色长裙的侍女 进入大殿 拜见陛下 女人并没有睁开双眼 她嘴唇微张 面无表情地问道 何事 侍女回答道 陛下 根据我们的调查 黑月城的魔朝 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爆发 听到这话 女人这才睁开了眉眸 女人的眸子 和南宫清雅一样 都是红色的 看起来十分诡异 除了瞳孔的颜色 女人的面相 和南宫清雅 也有几分相似 女人正是南宫清雅的姐姐 南宫月华 这些年 紫霄王朝一直在内斗 她为了当上女皇 除掉了不少反对她的人 这也使得她一直没有心思 去关注黑月城的情况 但是前段时间 黑月城的异动 让她感到有些不安 最终她还是派人 前往了黑月城调查 虽然紫霄王朝内部 还没有安稳下来 但如果黑月城失守 风魔禁地的魔物扩散 最终使得天魔破除封印 那整个紫阳世界 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南宫月华 看着眼前跪着的侍女问道 魔物扩散了 侍女连忙回答道 回陛下 魔物并没有扩散 黑月城抵挡住了爆发的魔朝 听到这话 南宫月华陷入了沉思 她感到有些惊讶 当初朝廷就派了一个造化镜修士 驻守黑月城 虽然黑月城名义上属于大楚王朝 但是大楚王朝除了给一些粮食之外 几乎没有给黑月城太多支援 若是风魔禁地 真的爆发了大规模的魔朝 那黑月城能够守得住 这是如何守住的 还是说大楚王朝派人去协助黑月城 抵御魔朝了 南宫月华随即问道 黑月城是如何挡住魔朝的 侍女回答道 根据奴婢打探的消息 据说黑月城出现了一个克制魔器的散修 那个散修仅凭一人之力 就将那些魔物全部挡在了黑月城外 后面更是没有一只魔物 敢跨出风魔禁地 嗯 听到侍女这话 南宫月华柳梅微微一台 她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克制魔器的修真者 通常情况下 都是修士被魔器克制 尤其是在遇到天魔之力的时候 实力会大幅度地下降 现在居然出现了能够克制魔器的修士 莫非那人是一个魔修 南宫月华也没有继续多问 她直接说道 继续说下去 侍女再次汇报道 黑月城都在传那个散修拥有驱魔剑法 只要吸得那套剑法 他们也能够释放出克制魔器的剑气 大楚王朝已经下令 让那个散修交出驱魔剑法 不过那人并没有理会 并且前段时间 那个散修还遭遇了血红方的杀手刺杀 听到这话 南宫月华有些坐不住了 若是那个散修真的拥有驱魔剑法 那他可不能够就这么死了 如今封魔禁地的封印已经有些松动 谁也不知道 天魔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封印 若是真的拥有所谓的驱魔剑法 那等到天魔突破了封印 他们或许还可以凭借驱魔剑法 再次将天魔封印 南宫月华随即说道 立刻派人将那个散修带回京城 侍女自然明白南宫月华的意思 她连忙说道 请陛下放心 奴婢已经派人前往黑月城 相信不到半个月那个散修 就会被带到陛下的面前 南宫月华想了一下 如果真的存在有驱魔剑法 那其他势力很可能也会心动 自己恐怕还是 亲自走一趟比较稳妥 只不过紫霄王朝现在还很乱 他贸然离开紫霄王朝的话 那些叛贼很可能会趁机作乱 当然 他也可以悄悄地前往黑月城 对于他这种万法劲的强者来说 一个来回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想到这里 南宫月华说道 朕知晓了 若是没什么事 就下去吧 是 陛下 奴婢告退 话音落下 侍女转身离开了大殿 等侍女走后 南宫月华又对大殿里面的其他侍女说道 朕要闭关 你们也都退下 是 陛下 随后 星辰殿里面的侍女也全部离开了大殿 等他们都走后 南宫月华手一挥 随即星辰殿的门窗全部都关了起来 紧接着 南宫月华直接使用顺移阵法 离开了星辰殿 他心里有些担忧 自己现在才过去 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他知道驱魔剑法的重要性 一旦消息扩散 必然有不少人惦记 当然 前提这个消息是真的 紫霄王朝距离大楚王朝比较远 他收到的消息已经比其他势力慢了很多 现在才去黑月城 说不定那个散修都已经被人给带走了 但是那个散修对于紫霄王朝来说非常重要 就算被其他势力带走了 他也要想办法将那人给抢过来 准确来说是将那人身上的驱魔剑法给抢过来 与此同时 天臣事件 黑龙城皇宫 陆臣正在奋力动作着 就在这时 云仙仙的脸色突然变得很苍白 按理说 他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云仙仙白皙的肌肤上面都是红韵 不可能出现这种苍白的情况 陆臣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连忙停止自己的动作 直接抓住云仙仙的手腕 用回春手查看云仙仙的情况 一边检查云仙仙的身体 一边关心地问道 师尊 你这是怎么了 云仙仙没有立刻回答 他柳眉微皱 看起来十分难受的样子 陆臣检查完云仙仙的身体后 发现云仙仙的身体 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 虽然自己狠了一些 但是云仙仙如今的实力 都已经恢复到万法尽往 就算自己再凶猛 单纯地做那种事情 也不可能让云仙仙受到伤害 或者感到不适 更何况他们两个都会回春手 在办正事的过程中 陆臣就一直在灌输生命之力 给云仙仙 保证云仙仙只能够只感受到快乐 没有任何不适 陆臣意识到 云仙仙可能是出了神妖室 于是决定提前结束报答 准备抽身起来 不过他刚起身 就发现云仙仙的玉壁 环抱住他的熊腰 不让他起来 陆臣微微一愣 便没有起身 注视着云仙仙那张痛苦的玉容 看到云仙仙这副样子 陆臣也十分难受 关键是他现在根本不知道 云仙仙这是怎么了 连回春手都没办法检查出 云仙仙的身体状况 过了不知道多久 云仙仙终于缓了过来 他脸上的痛苦神情 也渐渐消散了 他注视着陆臣的双眸 眼神里面带着复杂的情绪 不自禁地有些情绪高涨 云仙仙也瞬间感知到了陆臣的兴奋 云仙仙立刻瞪了陆臣一眼 他师尊跑来天成世界 并不是什么好事 毕竟他很可能是来抓自己回去的 而且他师尊似乎已经知道了 自己和陆臣的事情 刚才他就感知到了他师尊的意念 他师尊现在十分愤怒 一旦他师尊到了天成世界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肯定就是找陆臣麻烦 结果陆臣这家伙 居然还很兴奋 他能兴奋什么 身为陆臣的女人 云仙仙怎么可能不知道 陆臣为什么感到兴奋 他早就看透了陆臣 这个逆图一看就是对他师尊不怀好意 虽然他不知道 陆臣有没有见过他师尊 但是从陆臣的反应来看 这家伙很可能对他师尊有想法 云仙仙这时候冷冷地说道 你看起来似乎很高兴 陆臣笑着说道 那可是师尊的师尊 也算是我的师祖了 第一次见师祖 我自然高兴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 我怎么感觉 你是对我师尊有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陆臣说道 师尊你还不知道弟子是什么样的人吗 弟子怎么可能会有不该有的想法 云仙仙白了陆臣一眼 他就是知道陆臣是什么样的人 才知道陆臣有不该有的想法 不过他也没有继续纠结这个 就算陆臣真的有一些别的想法 这家伙也未必就能够做到 他师尊并不是一般人 就陆臣目前的实力 还不是他师尊的对手 只是 正因为如此 云仙仙心里多了一些担忧 虽然他不知道 陆臣有没有什么底牌 但是他师尊肯定是有底牌的 就算陆臣真的有底牌 也未必就能够对抗他师尊 万一他师尊对陆臣动了杀心 想到这里 云仙仙连忙制止了自己 继续胡思乱想下去 陆臣的身份特殊 他师尊未必敢对陆臣出手 陆臣这时候好奇地问道 师尊是怎么感知到师祖的存在的 云仙仙回答道 他刚才用一缕神石 打探到了我所在的地方 不过很快 这缕神石就收回去了 能够用神石确定我的位置 证明我师尊已经距离天成世界非常近了 可能用不了多久 他的仙周就能够抵达天成世界 听到这话 陆臣沉默了片刻 这么想来 黑龙圣地仙周也快到了 等解决了云仙仙和云青树的矛盾 他就可以考虑攻打紫阳世界了 想到这里 陆臣嘴角微微上扬 看到陆臣脸上的笑容 云仙仙露出了一脸怀疑的神情 这个逆途果然是在惦记着他的师尊 云仙仙继续说道 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 等他到了天成世界 很可能会对你出手 若是他要对你出手 你就立刻将你的身份告诉他 陆臣和陆阳华的身份都是一样的 只要亮出来 他师尊应该就不会乱来 陆臣笑着说道 师尊放心 我相信 就算我不亮明身份 师祖看在我们如此相爱的份上 也会成全我们的 听到这话 云仙仙冷笑了一声 本尊是被你强迫的 谁和你相爱 陆臣淡淡地说道 若是师尊不爱我 又为何死死地抱住我的腰 不让我起身 听到陆臣这话 云仙仙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自己下意识地 抱住了这个逆途的腰 没让这个逆途抽身 反应过来后 云仙仙连忙松开玉臂 然后抬手玉手 抵在陆臣的胸膛上 推了推陆臣的胸膛说道 好了 你可以起来了 云仙仙一把抓住 云仙仙的两个手腕 然后将他的双臂 压在云仙仙银白色秀发的两侧 注视着他的玉蓉 这可不行 既然师祖要来了 那我们就持续到师祖来了为止 让师尊看看我们 到底有多相爱 你 嗯嗯 云仙仙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陆臣堵住了红唇 不过随后 他也没有反抗 直接开始运转玄女弓 他很清楚 在这个逆途面前 反抗是没有用的 只会让这个逆途更加的凶狠 此时此刻 宇宙空间内 一搜搜仙舟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某个方向前进 仙舟节节外面的景色 都已经变成了一条条线 此时 身穿青色长裙的云青书 站在仙舟的阁楼上面 眺望着天成世界的方向 脸色阴沉 身上散发出一道道杀气 刚才他让自己的神识 提前接近了天成世界 并且 他也找到了云仙仙的具体位置 结果他的神识 刚和云仙仙链接上 他的身体 就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感觉 他猛然发现 云仙仙居然在和一个男人 做那种事情 自己的神识 进入云仙仙的身体后 那个男人还在对云仙仙做那种事 那个男人 岂不是变相地 对他做了那种事 一想到这里 云青书就恨不得 立刻飞到天成世界 杀了那个男人 为了不让那种感觉影响到自己 云青书只好赶紧将神识收了回来 既然已经找到了云仙仙的位置 现在只需要抵达天成世界就行了 只要抵达天成世界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杀掉那个 夺走云仙仙清白之身的男人 一想到刚才感知到的那一幕 云青书身上的杀气 就变得越来越浓厚 云青书身旁的那些长老们 一个个都感到非常不解 不知道是谁 又得罪了云青书 这时候 云青书直接对操控仙舟的长老说道 本尊亲自操控仙舟 听到这话 那个长老愣了一下 回过神来后 他连忙停手 将仙舟的控制权给了云青书 随即云青书操控着仙舟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天成世界 直接将仙舟的船队 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正在仙舟船队里面的阴正夜 看到这一幕后 立刻也亲自操控仙舟 直接追了上去 他可不能够让云青书 先抵达天成世界 万一到时候 云青书对他们的主上出手怎么办 就这样 一前一后两个仙舟 都在以最快的速度 冲向天成世界 仙舟的结界 都已经有些支撑不住 他们这么快的速度 在穿越宇宙空间时 仙舟的结界 在不断地和宇宙空间产生摩擦 他们这么快的速度 使得仙舟结界和宇宙空间的摩擦程度加剧 结界就有些扛不住了 但是这时的云青书 已经怒火攻心 完全没有降低速度 他一边操控着仙舟 一边修复着仙舟的结界 只为了能够快点抵达天成世界 亲手将那个趴在云仙仙身上的男人 碎尸万段 见云青书这么拼命 殷正业也只好舍命陪君子 反正无论如何 都不能够让云青书威胁到天成世界 就这样 他们两人操控的仙舟 在宇宙空间里面 开始了标传 白色为主调的寝宫内 陆成正在忙碌着 云仙仙轻咬阴牙 趴在软榻上 心里咒骂陆成这个逆途 自从陆成知道 他的师尊要抵达天成世界后 整个人变得更加凶狠了 他就知道 这家伙对他师尊有想法 此刻 陆成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随后搂着云仙仙翻了一个身 让云仙仙趴在自己的胸膛上 然后他的一个爪子 在云仙仙的雪白的玉背上面 轻轻抚摸着 云仙仙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 你也真是一点都不腻 他当初答应做陆成女人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陆成这个家伙 现在虽然喜欢美色 但是人总是要成长的 而且 这个家伙的身边 这么多女人 按照他的做法 迟早有一天会对女人失去兴趣 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相处 他才发现 是自己错了 这家伙完全没有任何逆了的迹象 云仙仙现在都搞不懂 陆成到底是为了享受男女之欢 还是为了利用他的这些女人 修炼龙凤阳公 听到云仙仙的话后 陆成微微一笑 这有什么腻的 人活着 不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 要是连快乐都腻了 那人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云仙仙没有回应 他深呼吸了几口气 他如今也懒得和陆成辩论这些歪理 反正这家伙身份也不简单 就算这家伙 未来没有成定 因为他的身份 他也能够获得不少的修炼资源 他也拥有不少的寿命 相反 和陆成比起来 他反而要更加努力才行 他的血脉没有陆成强大 资质也赶不上陆成 虽然拥有先灵之体 但是他已经被陆成破了身 如今的先灵之体 已经无法再给他提供更快的修炼速度 当然 先灵之体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他领悟功法的时候更加容易 无论修炼什么功法 都能够快速地修炼到圆满 只是修为的提升速度 没有过去那么快了 陆成这时候 巴唧一口亲了一下云仙仙的御荣 然后继续问道 师尊 和我在一起 你快乐吗 虽然陆成通过系统资料 可以看出来云仙仙已经爱上了自己 但是那毕竟是系统显示的资料 陆成一直都想要得到自己妻妾们真心地回复 他要听到他们亲口说 他内心才放心 听到陆成的问题 云仙仙冷哼了一声 强行霸占本尊的身子 还求尽本尊做你的玩物 本尊如何快乐 陆成笑着说道 我何时求尽了你 云仙仙淡淡地说道 让本尊无法离开你 不就是求尽了本尊 陆成再次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如此说来 你已经离不开我了 云仙仙没有接话 他的头趴在陆成的胸膛上 银白色的绣发 从陆成的胸膛缓缓滑落 扑到了华美的床单上 过了半晌 云仙仙这才说道 别三天两头地跑来试探本尊 本尊既然说过 不会离开你 自然就不会离开 在云仙仙看来 陆成问这样的问题 就是害怕自己逃跑 所以才会问这些话试探自己 他如今有什么好逃跑的 人都已经是这家伙的的人了 虽然他如今已经对男女之事 没有那么强烈的想法了 但是他内心对陆成这个人 早已经形成了习惯 如果长时间没有见到逆徒 他就会思念他 云仙仙很清楚 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逆徒 这种喜欢 不是因为陆成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 也不是因为 自己迷恋上了男女之欢 而是一种牵绊 他们两个的因果 已经捆绑到了一起 从理性的层面上来说 只要陆成不背叛他 当然 他心中的所谓的背叛 并不是陆成去找其他女人 毕竟这个逆徒后宫的女人 已经够多了 如果陆成找女人 也算是背叛的话 陆成背叛他的次数就太多了 在他看来 陆成对他的背叛 就是陆成心中已经没有他 并且完全将他当成了什么工具 比如成就大盗的牺牲品什么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 云仙仙还没有看出来 陆成有这样的迹象 这家伙很少对他洗脑 每次见面 都是直接进入正题 一副迷恋他身子的样子 也就只有办完正事的时候 说说情话 几乎不会说修炼的事情 此时 陆成搂紧云仙仙的柳妖 身子微微往上挪动了一下 然后另外一只手 抚摸着云仙仙银白色的秀法 过了片刻之后 陆成再次开口说道 我可没有试探你 我只是想要亲口听到 你说爱我罢了 毕竟我本来就是 强迫你成为我女人的 所以我总感觉 你对我没有任何感情 云仙仙轻哼了一声 你还知道 你是强迫本尊的 陆成说道 若是当初我不主动 那你现在恐怕已经跑到别的世界去了 我们今生说不准 就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谁让我喜欢你 云仙仙冷冷地说道 你那里是喜欢本尊 你只不过是喜欢本尊的身子罢了 陆成笑着说道 你的身子也是组成你的一部分 爱屋即屋 我喜欢你 和喜欢你的身子 有什么冲突吗 云仙仙说道 本尊懒得和你扯这些 说到这里 云仙仙再次闭嘴 继续趴在陆成的胸膛上 就如同一个黏着夫君的 娇弱小女人一般 陆成这时候也没有再说话 房间里面变得无比的安静 只能够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 就这样安静地相拥着 对于云仙仙来说 感觉也挺不错的 虽然陆成这家伙 还和他处在亲密的状态 但是没有了先前那种激烈的动作 平静下来后 他更加能够感受到陆成的身体 尤其是陆成的心跳声 渐渐地 他发现自己的心跳 都和陆成保持了一致 两人似乎进入了一种很奇怪的状态 陆成此时也察觉到了 他这时候并没有再修炼 但是身上的修为 似乎在不断地攀升 陆成感到有些不解 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和云仙仙 只是保持亲密状态 又没有修炼 也没有做那种事情 怎么修为会无缘无故地提升呢 陆成随后在心里问系统 系统 为什么我和师尊的 修为在不断地提升 如今的系统比以前更加智能了 所以陆成 在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首先想到的 都是询问系统 陆成话音落下 系统提示音 便在陆成的脑袋里面响起 宿主和妻妾 修炼龙凤阴阳功后 只要双方的神识 可以提升双方的修为 陆成愣了一下 随后继续问道 这不就是神识相通吗 以前只有在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才能够神识相通 现在两人什么都没有做 就这么保持亲密状态 搂抱在一起 就能够进入神识相通了 系统回答道 宿主可以这么理解 陆成继续问道 以前神识相通都有奖励的 怎么现在没有奖励了 既然这也算是神识相通的话 那系统怎么也该奖励 自己一些东西吧 结果都到这会儿了 也没有见到系统表示一下 系统回答道 修为提升便是最好的奖励 无需再接受其他奖励 陆成在心里喝笑了一声 懒得继续和系统扯这些 这时候 云仙仙也明显感知到了 他和陆成之间发生的事 他也察觉到 自己的修为在快速地提升 不同于陆成 云仙仙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龙凤阴阳宫的功劳 他在修仙界就曾听说过 若是道理之间心神相通 那么双方的修为都会有所提升 过去他没有道理 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现在这种心神相通的感觉 仿佛陆成和自己的灵魂融合到了一起 他们已经不分彼此了一样 过了一会儿后 云仙仙开口低声说道 本尊确实对你有几 几分感情 听到云仙仙的低语 陆成微微愣了一下 瞬间变得无比激动 云仙仙顿时感觉身体的异样传来 吸了一口冷气 随后他冷冷地说道 本尊就是这么随口一说 你激动什么 陆成笑着说道 我的娘子总算是肯亲口承认说喜欢我了 我当然激动 云仙仙冷喝了一声说道 你折磨本尊的时候 这种话本尊都已经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 每次陆成折腾他的时候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说一些不知羞耻的话语 包括说喜欢他之类的话 陆成笑着说道 这不一样 那种时候说的话 没有现在这般真诚 云仙仙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也知道那种时候说的话不够真诚 那你以后别总是一个劲地 让本尊叫你夫君 好哥哥什么的 说到这里 云仙仙就想起了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玉脸微微有些发烫 不过就在这时候 云仙仙突然感觉头再次刺痛了起来 云仙仙连忙抬起玉手 按住自己的头 试图用回春手治疗自己的头痛 陆成也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云仙仙的身体一样 他连忙也用回春手给云仙仙的治疗 结果同样没有任何作用 过了不知道多久 云仙仙的身体突然坐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陆成的那张脸 此时的那双紫色的瞳孔变成了新红色 死死地盯住陆成 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仇人一样 看到这一幕陆成顿时愣住 这 就在这时 云仙仙冷漠地开口说道 敢囚禁本尊的分身 你想怎么死 听到这话 陆成再次挣住 分身 云仙仙不是云青叔的女 女儿吗 怎么成了分身了 还是说 现在上云仙仙身体的并不是云青叔 而是其他人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是其他人 现在的云仙仙和自己处于亲密的状态 他体内的灵力被封印了 哪怕别人的神识 占据了他的身体 也没有办法调动他身体里面的灵力 想到这里 陆成顿时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随即拉住云仙仙的御壁 然后立刻起身 一个翻身将云仙仙给压在了下面 见自己被压制了 云仙仙冷冷地说道 立刻放开本尊 否则本尊要将你碎尸万段 再囚禁你的灵魂 让你生不如死 陆成笑着说道 玄月宫的公主是吧 朕现在就让你生不如死 花音落下 陆成便俯身下去 堵住了云仙仙的红唇 开始动作起来 云青叔连忙试图调动云仙仙身上的灵力 结果发现 云仙仙身体里面的灵力 居然都被封锁了 根本无法调动 而且 云仙仙身体的感觉在 不断地传达到他的本体 让他无法忍受 混账 云青叔连忙切断了神识链接 与此同时 宇宙空间的某个仙周上 云青叔满脸羞红 一脸愤怒地看着天成世界的方向 本来他是打算到了天成世界 再去找那个折磨云仙仙的男人的麻烦 结果没有想到 那种异样的感觉 一直在通过因果链接 传达到他的身体来 这让他忍无可忍 随后他就想着 提前借用神识 链接云仙仙的身体 然后用化神镜神识的威压压迫那人 再依靠云仙仙自身的力量 提前将那个人碎尸万段 结果那家伙一点事都没有 反而顶着化神镜的威压 对云仙仙做那种事情 甚至于那种异样的感觉 还直接通过神识链接 传达到了他的身上 云青叔越想越气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冷漠 快了 天成世界就快到了 他要让那个蝼蚁付出代价 他要将他的灵魂囚禁起来 一直折磨 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感受到云青叔身上的杀气 越来越浓厚 仙周上的玄乐宫长老们 一个个瑟瑟发抖 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他们从来没有见他们 除掉叛徒的时候 他们公主身上都没有这么重的杀气 怎么越是要到了天成世界 他们公主的杀气也跟着变重了 天成世界到底有什么东西 让他们公主这么生气 陆辰可不管云青叔是多么生气 他依旧我行我素 对着云仙仙就是各种手段 云仙仙回过神来后 有些猛 不知道陆辰这是发了什么疯 怎么又开始发狠了 云仙仙侧躺在软榻上 微微侧头看着陆辰 不解地问道 你 你这是 陆辰一边忙碌自己的事情 一边说道 刚才 师祖的神识控制了你的身体 听到这话 云仙仙顿时反应过来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师尊确实一直都有这个能力 可以直接通过神识操控他的身体 当初他还怀疑他师尊 是不是在他的身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不过 无论他怎么寻找 都没有找到控制他的东西 如此说来 刚才他师尊一定是使用他的身体 和陆辰说了什么 所以 这才导致陆辰变得这么凶狠 等等 先前他师尊完全控制了他的身体 那岂不是意味着 先前在逆途面前的 就不再是他 而是他师尊 而这个逆途这么凶狠 针对的岂不是他师尊 云仙仙瞪着正抱着他的玉腿 发痕的陆辰 这家伙真是和他想的一样 惦记着他的师尊 但是话说回来 陆辰刚才只是通过他的身体 和他师尊说了几句话而已 而他又没有见过他 师尊长什么样子 他怎么可能会对他师尊有想法 这家伙的后宫里面都是角色美人 他选人的第一个标准 必然是长得漂亮 以前这家伙也是这么收后宫的 而且他的后宫妻妾 基本都是他亲自挑选的 这也足以证明 他对妻妾的容貌多么看重 若是这个逆途 还没有见过他师尊 应该不至于 就想着对他师尊做那种事情了吧 虽然他的师尊 确实美若天仙 冰冷出尘 云仙仙随后问道 你又没有见过 我师尊 你怎么看起来 想对他 陆辰面带笑容说道 你想多了 我刚才只不过是为了用这种方法 将他的神识 赶出你的身体罢了 云仙仙悠悠地看着陆辰 显然不相信陆辰的话 他话都还没有说完 这家伙就回答了他的问题 明显就是心虚 而且 就算这家伙 现在真的对他师尊没有想法 等他师尊到了天成世界 当这个逆途看到他师尊的那一刻起 这家伙 也必然会想办法 将他师尊给纳入后宫 算了 他也懒得管这些了 任由他折腾吧 只希望这个逆途到时候不会受伤 他师尊也不会有事 虽然他心里还对他师尊 当初将他关起来 这是有所芥蒂 但是当初听了陆辰 过去分析的原因后 他也感觉他师尊将他关起来 可能是为了他好 不过 也只有等他师尊到了天成世界 他们见了面 当面对峙 才能够知道他 师尊当初到底是怎么想的 想到这里 云仙仙满脸无奈地 看着这个抱着自己玉腿的逆途 等他师尊到了天成世界 这个逆途接下来 恐怕又要忙碌一阵子了 随着云仙书不断地靠近天成世界 身上那种异样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云仙书都产生了 想要斩断因果的想法了 不过现在的他 还没有实力斩断因果 而且 云仙仙对于他来说比较特殊 即便云仙仙已经被那个男人给玷污了 他也不会轻易斩断因果 紫阳世界 黑月城 一个身穿凤袍的女人 出现在黑月城的上空 她迅速锁定了季秋玉的位置 虽然她不认识陆成 但是季秋玉是黑月城的城主 只要找到了季秋玉 也就等于是找到了陆成 此时的季秋玉和陆成傀儡 正在一个房间里面交流修炼心得 突然间 季秋玉感受到有些心神不宁 就好像是有什么灾难即将发生了一样 季秋玉扫了一眼床上的陆成 随后说道 陆成 我感觉到又有强者来黑月城了 听到季秋玉的提醒 陆成的本体也放缓了动作 注意力转移到傀儡这边来 就在此时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季成主不愧是季家人 只是造化镜的修为 便能够感知到朕的存在 听到这个声音 季秋玉愣了一下 下一刻 一个身穿凤袍 带着凤冠的女人出现在房间里面 看到眼前这个女人 季秋玉微微愣了一下 她自从来了黑月城 成为了黑月城的城主后 几乎就没有回过紫霄王朝 不过 她对紫霄王朝的如今的情况 还是有一些了解 她也知道 南宫月华这个大公主 在和其他皇子抢夺皇位 但是她并不知道 南宫月华已经取得了胜利 如今已经是紫霄王朝的女皇 当南宫月华出现在房间里面 并自称朕的那一刻 季秋玉就意识到 紫霄王朝的斗争 恐怕已经接近了尾声 是这个女人获胜了 见季秋玉看着自己发呆 南宫月华淡淡地说道 怎么 几成主已经不认识朕了 朕记得 你在紫霄王朝的时候 曾不止一次见过朕 季秋玉回过神来后 连忙行礼说道 拜见陛下 尽管 她现在是大楚王朝的人 她听从的也是紫霄王朝的命令 紫霄王朝的皇帝都降临黑月城了 她自然要行礼 南宫月华淡淡地说道 继成主免礼 这些年继成主一人 守着黑月城 任劳任怨 即便已经和紫霄王朝断了联系 也依旧没有离开过黑月城 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 辛苦几成主了 几秋玉说道 这都是臣应该做的 说到这里 几秋玉问道 不知道陛下清临黑月城 是为了何事 几秋玉也猜到了 南宫月华是为了什么而来 能够让南宫月华这个紫霄王朝的女帝 亲自跑一趟的 也就只有床上躺着的陆成 南宫月华扫了一眼床上躺着的陆成 并没有因为陆成没有起身行礼 就感到不悦 她只是有些好奇 一个造化镜的修饰 为何见到了 她这个紫霄王朝的女帝 反而一点都没有紧张 也不从床上起来 还在床上躺着 扫了一眼陆成后 南宫月华的视线 再次回到了几秋玉的身上 朕听闻前段时间 黑月城外爆发了大规模的魔潮 本来黑月城已经守不住了 但后面出现了一个散修 凭借所谓的驱魔剑法 一人便抵挡住了魔潮 甚至于让封魔禁地的魔物 不敢踏出封魔禁地 想必此人还在黑月城 朕想见见这位朋友 听到南宫月华的话后 几秋玉心里想到 果然 这时候 陆成的目光在南宫月华的身上 扫来扫去 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感觉这女人 和血红房房主南宫清雅 非常相似 名字 南宫月华 身份 紫霄王朝女帝 南宫清雅一母同胞的姐姐 万法晋八重 在得知黑月城 有一个能够克制魔器的散修存在后 她立刻亲自动身前往黑月城 打算将那个散修带回紫霄王朝 以应对将来可能破除封印的天魔 评分 99 好感度 10 看到南宫月华的资料后 陆成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难怪她感觉南宫月华和南宫清雅 长得非常像 原来是两姐妹 这两姐妹还真是默契 妹妹走了没多久 姐姐又跑来了 此时的南宫月华 也察觉到了陆成的目光 见到这个男人的目光 肆无忌惮地打量着自己 南宫月华柳眉微微一皱 自从她称帝以来 还是第一次遇到 有男人敢这么赤果果地打量她 几秋玉也察觉到了 南宫月华的情绪有些不对 见南宫月华身上 散发出淡淡的威势 几秋玉正想说什么 不过陆成打断了她的话 陛下 我便是那个帮助黑月城 抵挡住魔朝的散修 陆成话音落下 几秋玉连忙补充说道 陛下 自从陆成帮助黑月城 抵挡住魔朝之后 大楚王朝就封她为 黑月城的副城主了 听到这话 南宫月华不以为然 他自然听出来了 几秋玉这话是什么意思 季秋玉的意思就是 陆成现在已经是 大楚王朝的人 不能够随便带走 但对于他来说 如果陆成真的具备 克制魔器的能力 陆成别说是大楚王朝的人 就算陆成是天机阁的人 他都要出手将陆成给抢过来 南宫月华这时候 扫视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陆成 然后问道 朕很好奇 你那所谓的驱魔剑法 来自何处 陆成回答道 陛下 并没有所谓的驱魔 剑法 听到陆成的回答 南宫月华红色的瞳孔 似乎变得更加心红 身上也散发出了一道道杀意 一股无形的威压 从南宫月华的身体散发出来 整个房间变得无比的沉闷 几秋玉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但是陆成却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面色淡然地继续说道 我能够克制魔气 只是因为我体质特殊 陆成话音落下 一股灵力便将床上 躺着的陆成给拖了起来 随后 一道灵力进入陆成的身体 检查了一下陆成的身体 这一检查 南宫月华的脸色 变得更加冰冷 这个男人就好像是死物一样 身上没有任何生机 连心脏都没有跳动 但是他体内的灵力 却无比的充沛 而且他的身上 没有丝毫魔气 也不是魔修 陆成的傀儡术是 圣级傀儡术 要识破他的傀儡术 并不容易 如果没有特殊的手段 最起码都要有化神经的修为 才有可能看出他 这具身体是一具傀儡 检查完陆成的身体后 南宫月华也确定了 这个男人的体质确实特殊 但是他并不确定 陆成能够克制魔气 是体质原因 还是他修炼了驱魔剑法 不过这倒是无所谓 只要确定了 这个男人 能够克制魔气就行 随即南宫月华说道 随朕去紫霄王朝 朕可以让你下半辈子 享受荣华富贵 并且紫霄王朝 可以给你提供 无数的修炼资源 帮助你变得更强 陆成笑着说道 先前陛下 那一母同胞的妹妹 也想带我离开 但是他考虑到 我在黑月城的重要作用后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连陛下的妹妹 都知道顾全大局 我相信陛下 身为紫霄王朝的皇帝 应该也知道 怎么做才是 南宫月华 从她的身体扩散出去 妹妹 很少有人知道 她还有一个妹妹 虽然她是大公主 她的妹妹又不少 但是一母同胞的妹妹 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南宫清雅 南宫清雅天生是血 皇帝为了掩盖她的存在 很早就将她送出了皇宫 后来她逐渐成长 成为了一个邪修 并且还成为了 紫阳世界第一大邪教 血红方的主人 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 她是紫霄王朝的公主 当年知道这事的人 也基本上被南宫月华的父皇 给清理干净了 这个男人居然知道 南宫月华随即一抬手 一股力量直接将 陆成的身体拽到了她的面前 并且那股力量 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 可惜 陆成是傀儡身体 无论她怎么掐 陆成也一点事都没有 你是什么人 南宫月华语气无比冰冷 就好像是命令一般 不容置疑 陆成淡淡地说道 陛下怎么和你妹妹一样 如此暴力 动不动就动手动脚 若是不小心将我给弄死了 没有人克制天魔之力 等天魔破除封印后 这个世界的修饰 恐怕很快就会 被天魔给吞噬殆尽 听到陆成的话 南宫月华很快 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他继续问道 既然你知道她是朕的妹妹 那你应该很清楚 知道此事的人 只有一个下场 血红房是紫阳世界 最大的邪修势力 若是让人知道了 血红房的主人 就是紫霄王朝女帝的妹妹 那岂不是会让人们觉得 紫霄王朝和血红房 沆瀣一气 都是邪恶势力 而且 她也才刚刚登上皇位不久 若是让紫霄王朝的那些老家伙 知道了这事 必然会以此为借口 提出废除她的地位 南宫月华继续说道 朕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随朕回紫霄王朝 要么死 既然这个男人 知道她有一个妹妹 那就不能够 让她继续待在黑月城 万一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 就在这时候 陆成拿出了南宫青牙 给自己的身份牌 随即说道 南宫房主 让我在这里守着黑月城 不让魔朝扩散 他告诉我 若是有人想要将我带走 就立刻催动令牌 他很快便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若是陛下非要带走我 那我也只好催动着令牌了 陛下应该也有很多年 没有见到自己妹妹了吧 看到陆成手上的令牌 南宫月华眉头一皱 陆成手上 确实是血红方的方主令 只要陆成稍微灌输一点灵气 就能够催动令牌 对于自己那个妹妹 南宫月华一点都不想看到她 毕竟她是邪修 而她是紫霄王朝的女帝 一个正派 一个反派 南宫月华此时想了一下 连南宫清雅都没有将陆成带走 若是自己将陆成带走了 到时候 血红方必然会找上门来 而且其他势力同样也惦记着陆成 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势力 来争抢陆成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将陆成留在黑月城 让她镇守黑月城 避免魔朝扩散 从而减缓天魔突破封印的速度 只要紫霄王朝和血红方同时表态 让陆成镇守黑月城 那其他势力自然不会再打陆成的主意 毕竟谁若是想要带走陆成 那就有可能被戴上魔袖的帽子 因为只有想让魔朝扩散 将天魔给放出来的人 才不会想让陆成镇守黑月城 想到这里 南宫月华直接放开了陆成 随后他拿出一块玉佩 用灵力直接送到了陆成的面前 若是让朕知道 你将朕和那人的关系说出去 朕不管你对紫阳世界有多重要 一样会亲手取你性命 令牌之中有传送阵法 若遇危险 便催动阵法 朕会派人来救你 话音落下 南宫月华身体原地消失不见 他没有心思再询问陆成 是怎么知道南宫轻雅的身份的 在此时的南宫月华看来 南宫轻雅 既然将防主令都交给了陆成 那就证明他很看重陆成 说不定南宫轻雅早就意识到 他这个姐姐要来 所以主动将他们之间的关系 告诉了陆成 见南宫月华的气息完全消散之后 相悍淋漓的几秋玉 这才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南宫月华会不顾一切 直接将陆成给带走 几秋玉这时候 扭头看着陆成 他好奇地问道 你刚才说的陛下的妹妹 是指血红方房主 几秋玉以前并不知道 血红方房主的名字的 但是上次南宫轻雅来的时候 主动报了名字 血红方房主的姓氏也是南宫 再加上陆成刚才说 南宫月华的妹妹来过 目前也就只有南宫轻雅来过 那证明 陆成说的南宫月华的妹妹 就是血红方房主 南宫轻雅 这让几秋玉感到非常吃惊 血红方这个邪恶势力的主人 居然和紫霄王朝的女帝是亲姐妹 这是要是传出去 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陆成扭头看着几秋玉 回答道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的姓氏很像吗 几秋玉有些无语地说道 单单凭借姓氏 你就认定陛下和她是亲姐妹 陆成走到几秋玉的面前 搂着她的腰支 然后在她的耳边说道 当然不是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容貌太像了 我第一眼看到 你们陛下 还以为血红方的房主又跑回来了 几秋玉想了一下 觉得陆成的猜测也不无道理 南宫清雅和南宫月华 确实挺像的 不过两人一人是正派 一人是邪派的领头人 很少有人将他们两个联系到一起 几秋玉说道 如今有了血红方的房主令 再加上陛下的玉佩 其他势力 应该也不会再敢动你 陆成说道 这个也说不准 紫阳世界里面 总有一些魔修吧 我阻止了魔朝的扩散 减缓了天魔破开封印的速度 那我在这些魔修的眼中 就是眼中钉 肉中刺 他们肯定会想办法除掉我 说到这里 陆成抬手抚摸着 季秋玉的秀发说道 他们若只是针对我 我倒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最害怕有一些魔修 知道了你和我的关系 然后对你出手 伤害到你 听到陆成的话 季秋玉内心无比的感动 他随即说道 你放心 若是真有一天我遇到了危险 有人想要利用我来威胁你 我就直接自保丹田 绝不会成为你的软肋 陆成连忙说道 秋玉 你可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若是真的有人利用 你威胁我 那就让他们利用呗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我现在只是一个傀儡之身 就算他们杀了我 我的本体也不会有任何事 听陆成这么一说 季秋玉瞬间反应过来 也是 陆成现在是傀儡之身 即便自爆了 也对他的本体 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 自己也没有必要太担心他的安危 只要他的本一直不出来 那些魔修就拿他没有办法 但是话又说回来 若是陆成的本体一直不出来 自己岂不是就一直没有办法 成为他真正的道理 想到这里 季秋玉的脸上浮现了一抹红韵 一方面是担心陆成的安危 一方面 他又想早日成为陆成的道理 这在他心中是比较矛盾的 不过 为了陆成的安危 他宁愿晚一点成为陆成的道理 要是陆成真的出了什么事 那他们两个 今后也不会有未来 几天后 天成事件 陆成的本体 依旧和云仙仙在床上滚来滚去 他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云青叔的到来 经过这些日子 陆成的滋润 云仙仙的修为 都到了万法镜三重 现在加上圣灰战甲 云仙仙的个人实力 都已经赶上了化神镜 当然 即便他拥有了化神镜的实力 也不太可能是他师尊云青叔的对手 主要是因为 他师尊能够操控他的身体 他再强的实力 在他师尊面前都发挥不出来 这些日子 陆成的修为也在快速地提升 不过相比较于云仙仙来说 要慢了一些 软踏上 陆成侧着身子 搂着云仙仙的腰身 注视着他的御容 云仙仙说道 你莫非真打算一直这样 等到我师尊到来 这个逆途依旧和他保持亲密的状态 如果是平时的话 一连几个月 他都不会觉得有什么 毕竟这家伙对他的其他女人都是这样 他本身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如今他的师尊快到天成世界了 而且 他师尊能够锁定他的位置 只要抵达天成世界 一瞬间就能够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结果这个逆途还不放开他 继续对他做这事 他很怀疑 这个逆途是不是故意想让他师尊 看到他们亲密在一起的样子 陆成说道 我这是为了提升实力 毕竟师祖这么厉害 我现在的实力 还没有办法和师祖对抗 云仙仙看了陆成一眼 他可不认为 这家伙在修炼功法提升实力 如果是修炼功法 他也能够感受到 这家伙这些天 纯粹就是为了快乐 云仙仙心里想到 算了 看着逆途的样子 他应该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自己也没有必要过于操心 就在云仙仙这么想的时候 陆成的身体突然 爆发出了一道道灵力波 这股灵力波瞬间扩散出去 整个黑龙城的修饰都感受到了 这 搂着陆成熊腰的云仙仙 感受到陆成体内 涌出来的灵力后 也愣了一下 这个逆途还真的在修炼 居然这么快又突破了 这几日 他明明没有感知到 他身上有灵力流动 怎么不声不响的 突然就突破了 云仙仙走神的时候 陆成也微微出神 他一脸惊讶地 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妻妾木子轩孕育出子世界 奖励圣级功法青木长生功 木子轩世界出现信仰生物 宿主获得宇宙本源之力 这 陆成回过神来后 立刻让自己的神识 进入了木子轩孕育的子世界之中 木子轩的孕育的子世界里面 出现了一些长着尾巴的鱼人 那些鱼人用石头雕刻了不少 木子轩和他的石像 并且朝着石像磕头 陆成有些惊讶 楚雨晴的子世界最先孕育 结果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这么拥有人类智慧的生物 而木子轩的子世界 居然已经出现了智慧生命 这子世界才刚成熟啊 陆成扫了一眼 那些朝着自己石像跪拜的鱼人们 情绪有些复杂 在木子轩子世界里面孕育的生物 那就是自己的孩子 这些鱼人也算是自己的孩子 而子世界的时间流速 比外面的世界要快 他以后怕是要经常经历 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陆成默默注视着 那些鱼人的一举一动 过了半晨 他才回过神来 然后离开了木子轩的子世界 等神石回归之后 陆成发现 云仙仙两个眼睛 一直注视着自己 陆成笑着问道 师尊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云仙仙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很好奇 你到底是怎么突破的 你前段时间 也才只有阴阳镜五重的修为 然而刚才你的修为 一瞬间就提升到了 万法镜五重之上 而且 你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威压 我在你面前 仿佛看到了无数的事件 陆成淡淡一笑 没有回答 他的实力之所以提升这么快 主要还是因为 宇宙本源之力 获得宇宙本源之力后 陆成感觉自己 和整个宇宙 有了一丝亲切的联系 他现在 甚至可以用第三人称的视角 观察整个天成世界了 现在 他还只是 获得了一丝本源之力 若是能够获得更多宇宙本源之力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敢想 见陆成没有回答 云仙仙继续说道 你应该和我一样 自身实力本封印了 而你刚才破除了封印 所以实力也就恢复了 陆成觉得这个解释也不错 于是说道 师尊猜得没错 我的实力 确实是被封印了 听到陆成的回答 云仙仙心里产生了一种怪怪的感觉 这个家伙 以前比他还要更加强大吧 他一个比陆成实力弱的人 反而当了陆成的师尊 这似乎有些不妥当 不过话说回来 从他让陆成拜他为师的那天起 这个逆途就没有 将他当成过师尊 这家伙从头到尾 都是惦记着他的身子 所谓的师徒关系 只不过是这家伙 为了提升他某种兴趣的一种角色扮演 他跟了他这么久 早就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个逆途最喜欢的 就是角色扮演 想到这里 云仙仙心里也就释怀了 他这个师尊 只不过是一个名头罢了 也没有必要太当回事 陆成这时候 继续搂着云仙仙的柳腰 让他和云仙仙的身子贴得更紧 两人的身体更加亲密 不过他做完这一切后 并没有乱动 就一直保持着这样安静的状态 他以前也是一样 别看他 动不动就和妻妾在床上待十天半个月不下床的 但实际上 他也不是一直有所动作 偶尔这样安静下来搂抱着 感觉也挺不错的 只要没有抽身就行了 抱着云仙仙的同时 陆成查看了一下 系统刚才给的奖励 青木长生弓 圣接弓法 回春手的升级弓法 修炼该弓法后 宿主可以获得更多的寿命 并且宿主将拥有修复神魂的力量 治愈能力也将大幅度提升 看到这个弓法的作用 陆成微微愣神 回春手修炼到大圆满之后 就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了 但是回春手的起死回生 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完整的身体 并且死亡时间还不能够太久 青木长生弓是圣级弓法 若是将青木长生弓修炼到了圆满 那之后 是不是只要保存人的灵魂 就能够恢复一个人的身体了 就在陆成这么想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响起 青木长生弓确实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要想通过神魂 恢复一个人的肉身 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材料 听到系统提示音 陆成嘴角微微上扬 没事 准备特殊材料而已 只要有这个能力就行了 想到这里 陆成对云仙仙说道 仙儿 我这里有一门特殊的功法 不知道你想不想学习 听到陆成的称呼 云仙仙撇了撇嘴 不过并没有纠正 他好奇地问道 什么功法 陆成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功法传授给了云仙仙 随着一道金光 进入云仙仙的大脑 云仙仙整个人郊躯一颤 轻木长生弓 感知到轻木长生弓的作用后 云仙仙顿时愣住 能够让人复活的圣接功法 真的假的 这个逆途那里来的这种功法 等等 以这逆途的身份 能够拿出圣接功法 似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云仙仙随后对陆成说道 你这个时候将这种功法交给我 不会是因为你担心 不是我师尊的对手吧 陆成以前只是传授他回春手 并没有将轻木长生弓交给他 很显然陆成是留了一手 结果这个时候 陆成愿意将圣接功法拿出来了 这就给人一种 陆成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了 毕竟轻木长生弓修炼到圆满 只需要保留神魂 就能够让人起死回生 到时候 就算陆成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只要自己保留陆成的神魂 未来有一天也能够复活他 陆成笑着说道 你真会联想 我只不过是刚才恢复了一些记忆 想起了回春手的完整功法 所以才传授给你修炼 等师祖来了天成事件 自然有人应付他 或许根本不需要我出手 听陆成这么一说 云仙仙想起了陆成这一路成长起来 身边总是莫名其妙地 多出来一些势力和强者 这家伙身份这么特别 肯定是背后有强者保护 想到这里 云仙仙这下对陆成的安危 彻底没了忧虑 他现在反而有些担心 自己师尊的情况了 万一自己师尊落败了 恐怕他也会被陆成 一想到自己和陈婉荣 还有他师尊在一起 伺候陆成的场景 云仙仙就感觉无比的别扭 就在云仙仙走神之际 陆成突然说道 看来师祖已经快到了 陆成拥有本源之力后 感知力已经十分强大 云青书还没有到达天成世界 他就已经感知到了 宇宙空间里面有两艘仙舟 在快速地接近天成世界 考虑到天成世界比较脆弱 只是一个低等世界 经不起化神境强者的折腾 陆成决定主动离开天成世界 乘坐飞红仙舟 在宇宙空间里面 等待云青书的到来 云仙仙也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感觉在 飞快地接近天成世界 一时间 云仙仙变得紧张起来 即便知道 陆成这边有强者保护陆成 但是云青书的接近 还是让他感受到了压力 而且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云青书 这个一世一母的师尊 云仙仙微微扭动身体 推了推陆成的胸膛 打算和陆成分开 然而陆成依旧死死地抱住他的柳腰 完全没有抽身的意思 云仙仙随即瞪着陆成 这逆途还真打算让他失尊看到他们这样 陆成淡淡一笑 直接使用异形幻影 下一刻 两人的身体出现在黑龙城上空的 飞红仙洲寝宫内 随后陆成对飞红仙洲的气灵说道 红红 离开天成世界 陆成话音落下 飞红仙洲便朝着天成世界的边缘飞去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飞红仙洲就离开了天成世界 来到了天成世界的界比之外 陆成此时 透过寝宫的窗户 打亮着宇宙空间 他虽然先前 就拥有了探知整个天成世界的能力 但是透过眼睛 观察整个天成世界 还是让他感觉无比的震撼 整个天成世界 被包裹在一个天原地方的半圆球体之中 和星球不一样 天成世界的外面是厚厚的界比 如果没有仙洲这样的工具 万法镜以下的修饰 很难穿过界比离开天成世界 这时候 陆成看到在天成世界的右下角 还存在有一个半圆形的巨大世界 那个世界要比天成世界大三倍以上 并且已经和天成世界相接触 很显然 那个和天成世界接触的世界 就是紫阳世界 而在天成世界的周围 还存在有大大小小不少的世界 只不过那些世界基本上都已经破碎了 只剩下一些很小的地方 天成世界所处的星域 就好像是世界坟场一样 有无数的破碎世界 在虚空中漂浮着 就在陆成打量着宇宙空间的时候 云仙仙此时出声提醒说道 你这下总该放开本尊了吧 云仙仙也发现了 陆成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的身上 而在那些破碎的世界上 都已经来到宇宙空间了 那陆成总不能够还继续折腾下去吧 听到云仙仙的声音 陆成这才从这震撼的宇宙景色中回过神来 他注视着云仙仙的紫色美眸 坏笑着说道 师祖马上就来了 我可要让师祖好好看看 我们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厚 云仙仙柳眉一皱 正要说什么 结果这个逆图就将他翻了一个身 然后将他压在了软榻上 云青书的仙周 很快就抵达了天成世界的边缘 云青书甚至都没有通过星图坐标确定 就一眼判断出了 眼前的世界是天成世界 当云青书发现 天成世界外面停放的那艘豪华的仙周时 整个人瞬间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仙周彰显了修士的身份 仙周越是豪华 越是巨大 证明仙周的主人身份越是不一般 眼前的仙周已经不能够算是仙周了 更加像是一个空中宫殿 能够拥有这么豪华的仙周 那这艘仙周的主人大概率 是什么超级势力的公子哥 甚至有可能是某个皇朝的皇子 云青书并没有轻举妄动 这个仙周停在天成世界外面 很显然是仙周的主人 已经料到了他们的到来 所以特意在天成世界外面 等待他们的到来 这时候 阴正夜也操控着仙周 飞到了玄月宫仙周的旁边 箭终于赶上了 阴正夜稍微松了口气 还好自己来得比较快 不然就麻烦了 阴正夜此时也打量了眼眼前的飞红仙周 他一眼就认出了 这艘仙周是路程的 就在阴正夜想着 是不是过去行李的时候 一道冰冷的声音 直接在宇宙空间之中传开 让看 本宫要进入天成世界 云青书的语气无比的霸道 完全没有将飞红仙周的主人放在眼中 不过云青书的声音落下后 却并没有等到对面仙周上面的人回应 并且 他身上的异样的感觉 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云青书这时候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立刻将神石释放出去 很快他的神石 就再次出现在云仙仙的身上 他的神石 刚进入云仙仙的身体 就发现云仙仙趴在软榻上 以一种十分屈辱的样子 供身后的男人肆意折磨 云青书顿时勃然大怒 随着他的神石 进入云仙仙的身体 他也确定了云仙仙的具体位置 就在他对面的那艘豪华仙周上 很显然 这个男人故意将仙周 停在天成世界之外 等待着他的到来 他来了之后 这个男人还没有停手 继续对云仙仙做那种事情 明显就是在挑衅他 云青书立刻收回神石 本体直接大喝一声 混掌 一道磅礴的灵力 直接冲向飞红仙周 不过眼看着那道 蕴含毁灭性力量的灵力 要撞到飞红仙周的时候 飞红仙周的外围 浮现了一道道结界 云青书释放的灵力 直接撞到了结界上 飞红仙周一点是都没有 云青书已经忍无可忍 敢在自己的面前 对他的分身做那种事情 他要将仙周上的那个男人 碎尸万段 云青书随即直接从仙周上跳了下来 直接肉身进入宇宙空间 随即 云青书飞向了飞红仙周 在快要接近飞红仙周的时候 云青书手中的御笛 直接化为了一柄 散发出寒气的冰箭 紧接着 云青书一箭挥出 一道汹涌的剑气 瞬间飞向飞红仙周 剑气产生的波动 直接将宇宙空间里面 悬浮的碎石 都给碾成了粉末 这道剑气 若是接触到飞红仙周 后果可想而知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 飞红仙周的前面 火龙剑 下一刻 一道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剑气 从阴正义的剑中飞出 两道剑气相撞 产生的余波 直接将它们的仙周 都给推出去了 不知道几千里 周围的碎石 也全部都变成了粉末 它们所在的整个宇宙空间 都笼罩在粉尘之中 云青书手一挥 那些粉尘瞬间 被一股力量给推开 看清楚是阴正书出的手后 云青书冷冷地问道 阴正义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云青书在来天成世界的路上 就已经做好了 会和黑龙圣地动手的准备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阴正义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他以为天成世界 有阴正义在乎的东西 只有等进入了天成世界 阴正义才会和他翻脸 结果阴正义现在就翻脸了 阴正义也没有藏着掖着 他面带笑容说道 本尊身后的这艘仙周之中 是本尊的主上 云公主对本尊的主上出手 那就是与本尊为敌 与整个黑龙圣地为敌 此话一出 云青书和玄月公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一开始就猜测 天成世界有阴正义在乎的东西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 阴正义在乎的居然是一个人 并且还是黑龙圣地真正的主人 能够被阴正义这个化神静修士 称作主上的人 他的身份可想而知 此刻云青书的脸色 变得更加冰冷 他本以为可以轻松解决 那个破了云仙仙身子的男人 没曾想那个男人 居然是黑龙圣地的主人 尽管云青书感知到那个 趴在云仙仙身后的男人 顶多只有万法径的修为 但是云青书也清楚 黑龙圣地的主人 再怎么也不可能是一般修士 一时间 黑龙圣地和玄月公的人 剑拔弩张 双方陷入了对峙之中 通过因果链接 感知到 陆成还在继续对云仙仙做那种事情 云青书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冰冷 身上的寒气蔓延出去几十里 云青书看着英正夜冷冷地说道 你们的主上破了本宫清传弟子的身子 今日本宫必将他碎尸万段 英正夜 你确定要拦本宫 英正夜笑着说道 据本尊所知 陆阳华一直想要云仙仙的仙灵之体 为此多次向玄月公施压 威胁玄月公交出云仙仙 如今云仙仙已经成为了 我们主上的道理 仙灵之体也已经被破坏 云公主完全可以将这一切 推给黑龙圣地 今后玄月公也就不用再担心 陆阳华的胁迫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 云青书没有回答 他身上的寒气越来越浓厚 他至始至终 都没有担忧过陆阳华的胁迫 比起陆阳华的胁迫 他更加在乎的是 自己分身的清白 云仙仙是自己 好不容易凝聚出来的特殊分身 结果就这么 被别的男人给霸占了身子 这让云青书如何能忍 他也明白 英正夜是不可能让自己过去的 既然如此 那就杀了英正夜 谁拦他 他就杀谁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异象出现在云青书的身后 异象散发出恐怖的威压 如同一尊神明 即使是同为化神镜的英正夜 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见云青书动真格的了 英正夜也没有丝毫犹豫 大喝一声 黑龙法相 下一刻 英正夜的身后 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异象 一条黑龙缓缓升起 如同宫殿大小的巨大龙铜 注视着云青书身后的那个兵女异象 片刻之后 两人同时出手 云青书身后的兵女玉手一挥 无数散发出白色火焰的寒冰 尖刺飞向英正夜 英正夜身后的黑龙法相 张开巨大的龙嘴 一口喷出 一道黑色的火焰 直接喷向那些散发出白色火焰的尖刺 当两大法相的力量同时相撞时 一道道灵力 在两人的身体炸裂开来 两人周围的空间再次被清空 外面打得凶 飞红仙周内同样打得很凶 陆成一次又一次地重创了云仙仙 此刻的云仙仙 在心里不断咒骂陆成这个逆途 他的师尊都已经到来了 结果这家伙居然还在折磨他 这已经相当于是 当着他师尊地面对他做那种事了 感受到外面的动静 云仙仙很想摆脱陆成 但是陆成死死地掌控着他的身体 他只能够任由陆成攻击自己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成明显感受到 英正夜已经落于下风 虽然 同为化神镜 但是化神镜也分等级的 英正夜的实力明显赶不上云青书 陆成这时候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呼 真爽 花音落下 陆成放开云仙仙 然后一挥手 将衣服穿在了身上 直接朝着寝宫外面走去 见陆成放过了自己 云仙仙也连忙起身 他穿好衣物后 跌跌撞撞地跟了出去 陆成这时候对英正夜说道 英圣主 过来一下 听到陆成的传音 英正夜随即让黑龙法 释放出更多的力量 等云青书应对的时候 他直接一个闪身 来到了飞红仙舟 当英正夜看到陆成那一刻时 英正夜毫不犹豫地半跪下 拜见主上 陆成也没有啰嗦 立刻从系统背包里面 拿出一件圣灰战甲 扔给英正夜 穿上他 看到陆成手上的圣灰战甲 英正夜愣了一下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 接住陆成手上的圣灰战甲 然后一挥手 下一刻圣灰战甲 便覆盖在他的全身 这时候 云青书的身体 直接飞向了飞红仙舟 当云青书的距离 和飞红仙舟不到百米时 云青书停了下来 他这时候 反而没有着急出手 他冷漠地打量了一眼 陆成和云仙仙 身上依旧散发出浓厚的杀意 云仙仙这时候连忙说道 师尊 弟子是自愿成为陆成的道理的 请师尊不要迁怒陆成 弟子甘愿接受惩罚 听到这话 云青书眉头一抬 眼中的杀意更加浓厚 身上的寒气也变得更加浓厚 云青书周围的宇宙空间 都好像被冻结了一般 云青书本以为云仙仙 是被迫成为了这个男人的女奴 并且被他使用某种手段 给囚禁了起来 所以 自己才一直无法感知到 他在天成世界 结果云仙仙居然说 他是自愿的 云仙仙不仅是他的女儿 也是他的分身 他对云仙仙何其了解 云仙仙怎么可能会对男人动情 并且主动现身 甚至于自己都到了天成世界 两人还在 做那种苟且之事 这显然不可能是自愿的 云青书那冰冷的目光 瞬间看向了陆成 你对本宫的弟子做了什么 说出来 本宫留你全是 陆成没有 立刻回答 他打亮了一眼云青书 云青书和云仙仙的容貌非常相似 一样清冷绝美 只不过身上的寒气更重 更加高冷 准确的来说是孤冷 陆成随后用系统识别了一下 云青书的身份 名字 云青书 身份 玄月宫公主 云仙仙的主身 云仙仙之母 上个纪元的幸存者 化神境修士 在得知宿主玷污了他的分身之后 他恨不得立刻将宿主碎尸万段 评分 100 好感度 0 看到云青书的介绍 陆成微微一愣 怎么云青书又是云仙仙的主身 还是他的母亲 这 如果云青书是云仙仙的主身 那云仙仙不应该是云仙书的次身吗 就相当于是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还能够同时扮演母女 就在陆成困惑不解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响起 云青书在创造云仙仙这个次身时 采用了特殊的手段 云仙仙拥有身体极大的自主权 拥有完整独立的人格 所以 云仙仙既可以算是云青书的次身 也可以算做他的女儿 陆成心里想到 原来是这样 随后 他面带微笑看着云青书说道 小续见过岳母大人 陆成此话一出 云青书身上的寒气 冬不住地 直接冲向了陆成 阴正叶见状 连忙挡在了陆成的面前 穿上圣灰战甲后 阴正叶的实力大幅度提升 他轻松 就挡住了云青书释放出来的寒气 当然 刚才云青书释放的寒气 是身体下意识释放出来的 并不是特别强悍 云青书冷漠地看着陆成 他内心感到十分不解 这个男人居然在他面前 以续相称 甚至还叫他岳母大人 知道他和云仙仙关系的人几乎没有 连云仙仙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而这个男人看起来 居然像是知道他和云仙仙的关系一样 一时间 云青书对陆成的身份 产生了很强的好奇心 云青书随即说道 本宫乃是仙儿的师尊 不是仙儿的母亲 更加不是你的岳母 此时的云仙仙也很好奇 陆成怎么冷不丁地 叫云青书岳母大人 还自称是小婿 陆成恭敬地说道 岳母大人说笑了 虽然仙儿只是您的分身 但毕竟是您赐予了她的生命 并且给予了她完整的人格 您自然算是仙儿的母亲 而我是仙儿的夫君 我叫您一声 岳母大人也是应该的 听到陆成的回答 云青书身上的寒气再次扩散 飞红仙舟的结界 都被冻上了一层冰霜 并且出现了一些裂缝 云青书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自己和云仙仙的关系 居然直接被看穿了 此刻最不敢相信的 还是云仙仙 他冰冷绝美的脸上 第一次出现了惊恶的神情 云仙仙扭头看着陆成 陆成 你在说些什么 本尊为何听不懂 云青书此时也感受到了 云仙仙情绪的波动 他注视着陆成的眼睛 冷冷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 为何知道此事 见云青书没有否认 反而问陆成是什么人 云仙仙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 如此说来 陆成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是他师尊的分身 这怎么会 这一下 他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他师尊总是能够操控他的身体了 他本来就是 他师尊的分身 他师尊自然能够控制他的身体 做任何事情 也难怪陆成以前安慰他说 他师尊将他关起来 反而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 他是他师尊的分身 他师尊当然不会让他去做陆阳华的卢顶 也难怪陆成真逆途 在知道他师尊要来以后 这么兴奋 变得那么凶狠 原来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 难道在陆成眼中 他只是主身的一个替代品 知道真相的云仙仙 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整个人全身无力 眼看着就要坐下去 陆成连忙来到云仙仙的身后 搂住了云仙仙的身子 没有让他坐下去 看到这一幕 云青书柳眉一皱 这个男人居然还敢当着他的面 对自己的分身搂搂抱抱 搂抱住云仙仙的身子后 陆成看着云青书回答道 我和陆阳华一样 是神月皇朝神武大帝之子 如果可以的话 陆成并不想对云青书使用武力 能不动手就最好不动手 所以他干脆将自己的 另外一个身份说了出来 听到陆成的回答 云青书心里微微一正 他当然也听说过神武大帝 也知道神武大帝的恐怖之处 当年神武大帝四处征战 毁灭了不知道多少高等修真世界 才创建了神月皇朝 云青书当初就觉得 陆阳华的成长速度这么快 很可能是某个大势力 去他们所在世间历练的 结果没有想到 陆阳华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弟子 更加让他想不到的是 霸占他分身的男人 居然也是一个弟子 不过 就算是弟子又如何 破了他分身的清白之身 不能够就这么算了 想到这里 云青书面无表情地说道 莫非 你以为你说出了你的身份 本宫就不敢杀你 陆成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力量 下一刻 陆成的身上 也浮现出了淡淡的金色战甲 一股超越万法境的力量 从陆成的释放出来 感受到陆成身上的力量后 云青书柳眉微皱 陆成这时候继续说道 我虽然没有岳母大人你强大 但是我自保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 阴圣主现在的力量 也要比岳母大人更强 岳母大人想杀我 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 陆成话刚说完 阴正夜也立刻释放出一道道灵力 一股恐怖的威压 从阴正夜的身体释放出来 这股威压 显然已经超过了化神镜 达到了归虚镜的程度 云青书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们的力量 之所以能够提升这么大 是因为他们身上的 那套金色战甲 虽然对方依靠的是外力 但是他现在只有化神镜的实力 想要在一个拥有 归虚镜实力的强者面前 杀死一个拥有 化神镜实力的人 确实没有那么容易 难不成 就这么算了 他的分身 被当着他的面 被这个男人折腾 他能就这么算了 一时间 云青书身上的寒气 开始乱窜起来 云青书这时候 注视着陆成的眼睛 冷冷地问道 你当真认为 本宫杀不了你 以他化神镜的实力 自然是没办法杀这个男人 但是如果他解除自身封印 恢复真正的实力 那要杀其陆成 只不过是一眨眼的事 当然 若是他接触自身封印的话 必然会引来宇宙本源的针对 毕竟 他是上个纪元的幸存者 不能够暴露上个纪元的东西 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 虽然云仙仙这件事 让他感到无比的气愤 但是为了杀一个人 就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对于他来说并不划算 见云青书满脸杀意地盯着自己 陆成笑着说道 我当然知道 岳母大人有这个实力杀我 毕竟是上个纪元的幸存者 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手段 此话一出 云青书整个人顿住了 这个男人知道 他和云仙仙的关系就算了 居然连他是上个纪元的 幸存者这件事都知道 他绝对不可能是 神武大帝的儿子 这么简单 他一直以为 上个纪元只有自己一个幸存者 所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云青书冷漠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感觉自己 在这个男人面前 就仿佛没有任何秘密一样 如果让这样的人继续活着 那将来很可能会有人 利用他来对付自己 连他是上个纪元的幸存者都知道 那他也可能知道他的弱点 这样的人若是继续活着 对他的威胁就太大了 见云青书一脸警惕地看着自己 陆成笑着说道 不满岳母大人 其实小婿和岳母大人也一样 也不算这个宇宙的人 听到这话 云青书再次一愣 不过 他并没有立刻相信陆成的话 他满脸怀疑地 打亮了一眼陆成 此时云青书心里想到 若是此人和自己一样 是上个纪元的幸存者 那他或许还真的有可能 知道自己的身份 如此说来 上个纪元活下来的 不只是他一个 还有其他幸存者 此时在陆成怀中的云仙仙 已经彻底猛了 他完全听不懂 陆成和云青书在说什么 但是他听懂了一点 那就是 陆成的来历 比他知道的还要神秘 陆成不仅仅只是 神武大帝的儿子 他还有更加高贵的身份 这时候 云青书陷入了沉默 久久没有说话 而陆成也同样 没有继续说话 他其实也不知道 上个纪元是什么 也不知道上个纪元发生了什么 他这么说 也只不过是想要拉近 和云青书的距离罢了 毕竟上个纪元的幸存者 肯定不多 若是自己装作和他一样 那就有可能博得他的好感 陆成扫了一眼云青书的好感度 发现云青书对他的好感度 果然有所提升 好感度此时 直接涨到了三十 两人沉默后 整个宇宙空间的时间 都仿佛静止了一般 过了不知道多久 云青书才开口说道 就算你和本宫一样 来自上古纪元 你玷污了本宫的分身 本宫一样要杀你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陆成说道 从来没有什么玷污一说 我和仙儿你亲我怨 怎么能够算是玷污 听到这话 陆成立刻出手 再次挡住了直奔陆成而来的寒气 这时候 陆成搂着云青书的郊区 投贴着他的玉甲 表现出一副什么亲密的样子 看着远处的云青书继续说道 岳母大人创造仙儿的时候 给了他独立的人格 那你就不该将他当作是你的分身 更应该将他当作是你的女儿 既然有独立的人格 你就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他想和谁在一起 是他的自由 听到陆成的一番言论 云青书感到十分气愤 可笑 本宫给他独立人格 可不是让他给你做卢顶吧 陆成说道 我也没有让仙儿做我的卢顶 岳母大人既然能够操控仙儿的身体 也应该可以读取他以前的记忆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 让他做卢顶 我和他是真爱 说到这里 陆成对着云青书的耳朵说道 对吧 仙儿 听到陆成的这话 大脑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的云青书 这才渐渐回过神来 虽然他心里有些难受 认为陆成只不过将他当作了云青书的替代品 但是他还是决定站在陆成这一边 他神情复杂地看着云青书 看着这个给他生命 赋予他独立人格的主身 弟子感谢师尊 给予了弟子生命 也给予了弟子独立人格 但弟子已经爱上陆成 绝不会主动跟师尊回去 师尊若是觉得 弟子这个分身的存在 玷污了师尊的身份 师尊大可以 直接毁掉弟子这个分身 听到云仙仙这番话 云青书柳眉微微一皱 他实在很好奇 这个陆成到底给云仙仙灌输了什么迷魂药 让他这么喜欢他 按理说 自己的这个分身 不应该有男女之情才是 他当初创造这个分身的时候 就害怕他的分身被其他男人玷污 所以并没有赋予他男女之情 此时 云青书的眼睛突然散发出了紫色的光芒 阴正叶还以为云青书要攻击了 正打算抵挡 结果云青书依旧还在原地 并没有主动进攻 然而下一刻 云仙仙的瞳孔 也跟着散发出了紫色的光芒 陆成瞬间就意识到 自己怀中的云仙仙 被云青书再次上身了 云青书控制云仙仙的身体后 立刻读取了云仙仙离开 玄月宫后的所有记忆 当他发现 云仙仙是被陆成强行夺走身子的时候 瞬间火冒三丈 尤其是在他知道 陆成还有无数后宫的时候 云青书的脸色更加不好看 身上的寒气再次扩散 整个飞红仙舟 都被云青书身上 散发出来的寒气给包裹了 不过随着他继续读取云仙仙的记忆 这才发现 云仙仙确实没有说谎 他的确是爱上了他的这个逆途 虽然陆成这个家伙好色了一些 但是对他也是真的好 不仅送给了 他圣灰战甲这种强大的灵器 甚至于还将 青木长生宫这种圣级功法 传授给了云仙仙 他都没有将圣级功法 传授给自己分身 而陆成居然这么大方 读取完所有记忆以后 云青书收回了神识 然后冷冷地说道 你爱他 可他未必爱你 若他爱你 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气贤 你心里应该清楚 他喜欢你 只不过是喜欢你的身子罢了 等他完腻了 你对他来说 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云青书话音落下 还没有等云仙仙开口 陆成便立刻说道 我承认 我确实喜欢仙儿的身子 但是这不代表我就不爱他 喜欢他这人 自然要喜欢他的全部 若是连他的身子 我都不喜欢 那我又怎么算得上爱他 云青书冷冰冰地说道 花言巧语 云仙仙此时 其实也认为 陆成可能并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而是将自己当作了 云青书的替代品 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理由 就离开陆成 除非陆成主动抛弃他 云仙仙随即说道 无论师尊说什么 弟子都不会离开陆成 师尊若是觉得 弟子这个分身丢了您的脸 您尽管毁掉弟子 这个分身 云青书的神识 可以随时进入他的身体 也就意味着 他随时都可以毁掉 自己这个分身 对于云青书来说 要毁掉他这个分身 只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听到云仙仙的话后 陆成一时间紧张了起来 云青书不会真的主动 毁掉云仙仙这个分身吧 陆成想了想 既然云青书给了云仙仙 独立完整的人格 自然就不是 把他当成真正的分身看待的 也许云青书不会这么做 不过还是要预防一下 就在陆成想着 应该怎么阻止云青书 对云仙仙这个分身出手的时候 云青书却开口说道 你总有一天会后悔你今日说的话 这时候 云青书的目光落到了陆成的身上 霸占本宫的分身 还将他当成玩物 就算今日本宫杀不了你 将来本宫也必然会找你算账 花音落下 云青书竟然直接转身离去 最后飞到了玄月宫的仙舟上 见云青书竟然直接离开了 陆成和云仙仙倍感困惑 就这么走了 不过云青书虽然回到了玄月宫的仙舟上 却并没有让仙舟掉头离去 玄月宫的那艘仙舟 陆成心里想到 看样子云青书并没有打算就这么离开 他应该还有什么事 此时 阴正义半跪下来说道 老奴拜见主上 陆成淡淡地说道 阴圣主 起来吧 以后就不要再称郑主上了 陆成不太习惯这个称呼 即便要叫他主人 他也比较喜欢他的妻妾 在床上叫他主人 而不是一个大老爷们叫他主人 阴正义瞬间反应过来 立刻改口说道 是 陛下 陆成扫了一眼远处云青书的仙舟之后 随即问道 玄悦宫一共派了多少仙舟来 目前就只有云青书和英正义操控的两艘仙舟 抵达了天成事件 他们两个为了赶路 加快了速度 而其他仙舟还在后面 英正义回答道 回陛下 一共有13艘 不过玄悦宫中 徒离开了一艘仙舟 听到这话 陆成若有所思地看着云青书操控的仙舟 他心里想到 云青书难不成是打算玄悦宫的其他仙舟都到了 然后再攻打天成事件 但如今他这个化神境都拿他没有办法 就算玄悦宫的其他人到了 又能够拿天成事件怎么样 算了 还是别想了 等玄悦宫的仙舟都到了之后 自然就知道云青书在谋划着什么了 想到这里 陆成随后对英正义说道 英圣主 你就留在此处 等待玄悦宫和黑龙圣地的仙舟到来 若是玄悦宫有什么动静 就立刻派人进入天成事件告诉朕 英正义说道 是 陛下 紧接着 陆成直接操控着飞红仙舟 离开了宇宙空间 再次回到了黑龙城皇宫 既然云青书没有动手 他也没有必要去找云青书的麻烦 他倒要看看 云青书到底打算怎么处理他和云仙仙的关系 刚回到黑龙城皇宫 云仙仙的身体就突然爆发出一道道寒气 整个寝宫瞬间被冰冻 而云仙仙也突然和陆成拉开了距离 看到这一幕 陆成愣了一下 云仙仙此时拿出一柄剑 用剑指着陆成 一脸冷漠地看着陆成 陆成不解地说道 师尊 你这是 云仙仙冷声说道 别叫本尊师尊 本尊没有你这样的弟子 陆成笑着说道 师尊你不会又被师祖俯身了吧 听到陆成这话 云仙仙顿时感觉内心无比的刺痛 他冷冷地说道 你当初霸占本尊的身子 目的就是为了将本尊当成那人的替代品吧 云仙仙这么一说 陆成瞬间明白了 云仙仙为什么突然就和自己翻脸了 原来是云仙仙误会了 虽然他确实是云仙书的分身 但云仙仙毕竟拥有独立的人格 拥有独立人格的分身 自然就无法接受 自己被当成他人的替代品 哪怕是主身的替代品 陆成随后说道 仙儿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对于我来说 你就是你 师祖就是师祖 云仙仙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觉得 事到如今 本尊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如果云仙书不是他的主身 陆成在和他亲密的时候 提到云仙书会兴奋 那他只会觉得 陆成只不过是好色把了 但是现在想来 陆成正明显就是 将他当成了他师尊的替代品 这让他内心无比的痛苦 也许这个逆途 从来就没有对他动心过 他只不过是因为得不到他的主身 然后才将他当作了玩弄的对象 看到云仙仙一脸冷漠的样子 陆成微微叹了口气 看来得先让他冷静下来才行 随后 陆成一个疑形幻影 直接出现在了云仙仙的身后 云仙仙瞬间反应过来 正想躲开陆成 结果还是被陆成直接给抱住了柳妖 下一刻 云仙仙全身的灵力瞬间被封印 放开本尊 云仙仙立刻挣扎起来 陆成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将云仙仙给抱到软榻上 混账 嗯嗯嗯 死了 嗯 陆成也不想用这种手段 不过现在只有保持亲密状态 才能够让你云仙仙更快冷静下来 这一招也确实很有用 两人交流了一会儿感情后 云仙仙的态度也软了下来 虽然他心里还是有一些芥蒂 但是他这个没办法 陆成这个逆途实在太强势了 自己想要生气 在他面前也只有被镇压的份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成缓缓抬起胸膛 居高临下地看着云仙仙 云仙仙这时候恢复了清醒 他直接将头扭向一边 不看陆成的眼睛 虽然他脸上布满了红韵 看起来还沉浸在欢乐之中 但是他的表情却十分地冷漠 明显就还在生陆成的气 陆成这时候说道 仙儿 我以我的道心发誓 我之所以和你在一起 完全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并没有将你当成你的主身的替代品 那时候我甚至都还不知道 你的真实身份 我也是恢复了一些过去的记忆之后 才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听到这话 云仙仙微微愣问一下 他也没有想到陆成居然会以道心发誓 对于修真者来说 随便发誓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云仙仙扭头看着陆成的眼睛 依旧冷漠地说道 像你这种天天趴在女人身上的男人 能有什么道心可言 陆成的修炼主要就是靠双修 他的道心对他的修炼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当然 云仙仙就是这么随口一说 他内心其实已经有些相信陆成的话了 只不过他还是觉得有些别扭 每次他稍微有点情绪 这家伙就用这种办法摆平他 这个逆途就不能够让他好好发泄一下情绪 他一有情绪 这个逆途就镇压他 陆成也看出来 云仙仙已经相信了自己的话 他微微一笑 随后说道 只要是修饰 就有道心 要不我换个誓言 云仙仙就突然抬手玉手 堵住了陆成的嘴巴 没有让陆成继续说下去 云仙仙面无表情地说道 本尊不想听你说这些花言巧语 反正本尊无论是不是那人的分身 都已经无法离开你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听到云仙仙的话 陆成缓缓将云仙仙的玉手 从自己的嘴巴挪开 然后注视着 他那张冷若冰霜之中 带有一片红韵的玉蓉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认了 反正你已经是我的女人 今生今世 都只能够是我的女人 不管你想什么 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 你说我无耻也好 说我卑鄙也罢 我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说到这里 陆成再次俯身下去 稳住了云仙仙的红唇 云仙仙并没有躲开 也没有挣扎 反而回应着陆成的亲吻 两人亲吻了一会儿后 陆成再次抬起胸膛 注视着云仙仙的眼睛 云仙仙的表情 已经没有先前那般冷漠 他的紫色美眸 直勾勾地注视着陆成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 都没有说话 过了不知道多久 云仙仙这才开口问道 你对我师尊也有想法吧 陆成笑着说道 娘子这是什么话 我只喜欢你一个 怎么可能对师族有想法 云仙仙冷喝了一声说道 你是什么人 本尊难道还不清楚 你的后宫都快放下了 你还好意思说 只喜欢本尊一个 当真是不要脸 说到这里 云仙仙抬手双臂 捧着陆成的脸颊 瞳孔直勾勾地 看着陆成的眼睛说道 我知道你对我师尊有想法 我也没有打算阻止你 你对他做什么 即便他是我的主身 不过 我不希望你把我当成是他 我是我 他是他 虽然他已经接受了 自己只是云青书分身的事实 但是身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云仙仙 对于陆成看待他们主身 和次身的态度十分在意 相比较于主身 他最先认识陆成 最先成为陆成的女人 他绝不允许陆成 将自己当成是主身 然后主身和自己一样 拥有陆成同等的爱 即便陆成最后 也将他的主身拿下了 但是在他的眼中 那也是陆成和云青书的事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陆成也明白了 云仙仙心里在想什么 于是说道 我明白 我向你保证 我永远不会将你当成是他 就在陆成说这话的时候 云仙仙的眼睛突然 从紫色变成了红色 看到这一幕 陆成瞬间就明白 这是云青书再次俯身了 正当陆成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云仙仙冷笑了一声 身为本宫的次身 居然想要摆脱本宫 甚至于吃本宫的醋 真是可笑 陆成看着云仙仙的眼睛说道 岳母大人 我还在和仙儿办事呢 你突然出现在仙儿的身上 有些不太合适吧 听到这话 云青书顿时倍感愤怒 闭嘴 云青书刚才回到仙州之后 本来是短时间内 不打算继续找陆成的麻烦 他想留在天成世界外面 观察一下这个陆成 结果他刚回到仙州上不久 那种异样的感觉 就再次传到他的身上 读取过云仙仙的记忆以后 他当然明白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 很显然 陆成这个混账 又对云仙仙出手了 自己就在天成世界外面 结果这个混账 还敢对自己的次身 肆无忌惮地做那种事情 这就是完全没有 将他放在眼中 这让云青书十分不悦 云青书感觉有必要找陆成 好好聊聊了 于是 他再次通过神识 链接到云仙仙的身体 直接夺得了云仙仙的身体控制权 陆成并没有真的闭嘴 他继续问道 岳母大人跑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云青书冷冷地说道 本宫乃是云仙仙的主身 若是你继续这么叫本宫 本宫便直接摧毁云仙仙这个分身 听到这话 陆成笑着说道 师祖 我明白了 那师祖有什么吩咐 云青书说道 云仙仙是本宫的次身 他无论做什么 本宫都会有所感应 所以从今天起 你不准再和他行男女之事 陆成说道 师祖这就有些难为人了 我和仙是道旅 道理做这种事情 不是应该的吗 云青书的红色眼睛 突然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云青书冷冰冰地说道 你的后宫女人这么多 也不缺他一个 陆成说道 但是仙是不可替代的 师祖无需多言 该做什么 我还是会做 你 云青书被呛了一下后 随即说道 你就不怕本宫将他摧毁掉 毕竟他是本宫的分身 本宫想要摧毁他 只是一个念头的事 陆成说道 我相信师祖不会的 师祖为了他 愿意主动来天成世界 这就证明 师祖早就已经 不只是将他当作分身 这般看待了 若是师祖真的想要毁了他 在师祖感受到他 丢失清白的时候 就已经将他毁掉了 也不会等到现在 听到陆成的分析 云青书的表情 变得无比的冰冷 说实话 他一开始确实想过 主动摧毁云青书的分身 但是当时天成世界 似乎有一股力量 断开了他和云青书之间的联系 即便他能够通过因果链接 感受到云青书正在失身 他也没有办法 主动摧毁云青书的身体 只有他的神识 能够进入云青书的身体时 才能够轻松摧毁云青书的是身体 比如现在就是 但是随着他读取了云青书的记忆以后 他突然之间 就没有摧毁云青书这个分身的想法了 他发现 云青书确实已经按照自己 当初预想的那样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再只是自己的分身这么简单 当初他创造云青书这个分身 不就是想要利用这种手段 给自己创造一个类似孩子一样的存在 他想要不仅仅只是一个分身这么简单 虽然云青书清白已经丢失 但是他也获得了成长 而且 原本没有男女之情的云青书 居然在跟了陆辰以后 补齐了男女之情 这也代表了 云青书已经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云青书这时候说道 本宫提醒你 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一副掌握一切的样子 说不准本宫哪天不高兴 便直接毁掉了这个分身 陆辰哼笑了一声说道 我就将师祖绑来当作仙儿的替代品 此话一出 云仙仙身上的寒气瞬间狂暴起来 不过下一刻 他身体里面的灵力就再次被压制 寒气也瞬间散去 见云仙仙体内的灵力被压制了 云青书也知道 俯身是没办法陆辰对陆辰怎么样的 于是 他也懒得使用这种手段威慑陆辰 他直接问道 说吧 你到底是何人 为何知道 本宫来自上古纪元 云青书没有立刻离开天成世界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陆辰 他很想知道陆辰身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居然连他来自上古纪元的事情都知道 对于陆辰和云仙仙发生的那些事情 虽然云青书内心还是有一些隔音 但是他已经决定容忍 允许云仙仙这个次身和陆辰在一起了 再者 云仙仙这个次身都已经被破了清白 他总不能够还回收云仙仙 和他融合成一体吧 要是和云仙仙融合 那他岂不是也等于被陆辰这个混账给破了身子 尽管纵容陆辰和云仙仙 会让他的主体也受到一些影响 比如陆辰和云仙仙亲密的时候 他也能够感受到 不过他到时候会想办法将这些影响消除掉 只要他境界进一步提升 就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期间 他让云仙仙尽量不要和陆辰做那种事情就好了 被红着眼睛的云仙仙 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审问 一时间 陆辰变得有些兴奋 感受到陆辰的异样后 云仙仙脸上的表情更加冷漠 云青书自然明白 陆辰这事再对自己不敬 将云仙仙的身体当成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才这般兴奋 随即云青书操控云仙仙的身体起身 想要摆脱陆辰 结果刚抬起御守 想要推开陆辰的胸膛 结果陆辰直接扣住云仙仙的御守 将他的御守压在了云仙仙的头两侧 并且用力压着他 云青书呵斥道 混账 你做什么 陆辰没有理会云青书的呵斥 而是开口回答 刚才云青书的那个问题 我其实也来自上古纪元 只不过我的记忆 大多数都被封存了 所以我不知道上古纪元发生了什么 不过随着我实力的不断恢复 记忆的不断苏醒 我相信我很快便拥有 上古纪元的所有记忆 听到这话 云青书陷入了沉默 从他读取到的云仙仙 对于陆辰的记忆来看 陆辰这个人 确实身份有些神秘 他也绝对不可能 仅仅只是神武大帝的儿子这么简单 所以 陆辰很可能说的是真的 他和自己一样 都来自上古纪元 并且 这个家伙在上古纪元时就认识自己 所以他在记忆恢复一些后 就将云仙仙当成了自己 然后以为自己也失忆了 就趁机霸占了云仙仙的身体 这家伙 就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好色之徒 要不还是干脆 将他杀了算了 就在云青书这么想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若是陆辰真的来自上古纪元 并且还真的认识自己的话 那他很可能就是 若真的是那个人 云青书突然愣住了 如果陆辰真的是那个人 他 就在云青书愣神之际 陆辰已经开始动作起来 云青书瞬间回过神来 他恶狠狠地看着陆辰 不可能 这个混账不可能是他 他记忆中的那个男人 对女色可没有丝毫兴趣 不像这个混账 在这种情况下 还在做那种事 云青书冷哼了一声后 直接将自己的神石收了回去 避免自己被陆辰影响到 当云青书的神石 离开云仙仙的身体后 云仙仙再次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看到陆辰正在奋力动作着 瞬间就明白 刚才自己的师尊跑来了 一时间 云仙仙内心感到无比的不舒服 就在这时候 他突然挣脱陆辰的双臂 然后搂住陆辰的熊腰 直接翻了一个身 将陆辰给压到了身下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陆辰正了正 他没有想到 云仙仙在被封闭了 全身灵力的情况下 还有这么大的力气 当云仙仙翻身后 居高零下地俯视着 陆辰英俊的脸庞 陆辰还没有回过神来 云仙仙就突然动作了起来 这 这让陆辰更加惊讶 陆辰正想说什么 云仙仙上半身又俯身下来 直接堵住了陆辰的嘴巴 然后云仙仙就开始主导这一切 看起来就好像是 他在折腾陆辰一样 很快 陆辰就想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云仙仙显然是吃醋了 吃他师尊的醋 所以他才会这么主动 做出这一切 他做这一切 就是表现给他师尊看的 毕竟他是他师尊的分身 他现在做的事情 他师尊肯定也能够感知到 想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后 陆辰坦然接受了云仙仙做的事情 既然仙子主动了 那他只负责享乐就行 云青叔的神识收回去后 就立刻感知到了云仙仙的情况 并且 他也发现了 这次并不是陆辰对云仙仙做什么 而是云仙仙主动对陆辰做那种事情 云青叔柳眉一皱 自己的这个分身 真的是越来越脱离自己的掌控了 吃自己醋就算了 居然为了气他这般遭见自己 打坐修炼 努力控制自己体内躁动的灵力 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虽然云青叔认为 云仙仙在遭见自己的身体 但是此时的云仙仙 却完全不这么想 虽然他内心确实是有一丝报复的心理 但是他此时的感觉 却无比的畅快 这让他有一种掌控陆辰的感觉 过去他都是被动的一方 虽然也能够享乐 但是他心里总感觉缺少一些什么 如今他变成主动了一方 他就仿佛将陆辰控制在自己的身下 陆辰就好像成为了他一个人的男人 这种心理上的快乐 是过去他从未有过的 陆辰也看出了云仙仙的想法 他也没有阻止云仙仙 任由云仙仙乱来 紫阳事件 黑月城 傍晚时分 陆辰的傀儡和几秋玉 正在沿着城墙巡视着 陆辰的本体 现在只是躺在床上 任由云仙仙欺压 所以他就腾出了一些精力来操控傀儡 就在这时候 一个士兵突然对几秋玉说道 城主 不好了 魔器又开始汇聚了 听到这话 几秋玉和陆辰同时扭头 看向风魔禁地 发现风魔禁地的上空 果然开始凝聚浓厚的魔器 几秋玉皱着眉头 不解地说道 月亮都还没有出来 怎么魔器这么快就开始凝聚 通常情况下 只有月亮出来了 风魔禁地的魔器才会开始凝聚 魔潮才会向外面扩散 现在太阳都还没有落山 那轮火红的大太阳还挂在天边 几秋玉回过神来后 对城墙上的士兵们说道 注意警戒 几秋玉一声令下后 他的副将迅速开始活动了起来 很快 黑月城的士兵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相比较于以前 如今黑月城的士兵 即便遇到魔潮 也没有过去那么紧张了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副城主 能够克制魔器 只要有他们副城主在 即便遇到了上次那种规模的魔潮 他们也能够轻松抵御 不过此时的几秋玉 脸色却并不好看 他满脸优色地看着远处凝聚的魔器 以往魔器不会这么早就开始凝聚 而且 今天魔器的凝聚速度显然加快了 这才刚才开始 魔器就已经变得这么浓厚 蜂魔禁地内的半边天空 都已经被魔器遮盖 蜂魔禁地内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不会是天魔破除封印了吧 想到这里 几秋玉内心更加的忧虑 过了一会儿后 蜂魔禁地开始动荡起来 连同黑月城也受到了影响 整个黑月城也跟着颤动 就仿佛蜂魔禁地 出现了什么巨大的怪物在走动一样 就在此时 一个士兵连忙大喊道 快 快看 士兵连忙朝着蜂魔禁地看去 这一看 让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 一个巨大的身体 从蜂魔禁地爬了起来 那个巨人的身体 似乎是融合了蜂魔禁地的魔物构成的 这 这还是几秋玉镇守黑月城以来 第一次看到这么庞大的魔物 以那个魔物的身高 一下子就能够跨过黑月城的城墙 直接进入黑月城 此时 黑月城城楼上的士兵 慌乱成一团 那 那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魔物 那该不会是天魔吧 天哪 天魔破除封印了 除了陆城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见过天魔 天魔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之中 在他们看来 天魔就应该身体无比巨大 拥有恐怖的威压 现在蜂魔禁地的那个怪物 在他们眼中 就和天魔没有区别 一想到那个巨人是天魔 士兵们的身体 都不禁颤抖起来 几秋玉回过神来后 连忙说道 所有破魔剑 对准那个巨人 几秋玉内心也怀疑 那个巨人就是天魔 毕竟他也没有见过天魔 一想到天魔破除了封印 几秋玉内心就无比的恐惧 他以前连死都不怕 但是此时的他 却害怕起了天魔 根据历史记载 如果遇到真正的天魔 天魔不仅仅只是杀死修士 这么简单 天魔还会将修士的灵魂囚禁起来 慢慢撕扯灵魂 将修士的灵魂 当成是打牙剂的食物 如果直接死了 灵魂破灭了 都还好 不用遭受天魔的折磨 但若是没死透 落到了天魔的手上 那就是生不如死 陆成此时观察了一下那个巨人 发现那个巨人的身上 确实拥有浓厚的天魔之力 但是相较于真正的天魔来说 那个巨人的天魔之力 还算不上什么 很显然 那个巨人并不是真正的天魔 而是天魔用天魔之力 凝聚蜂魔禁地的魔物 构建的一个魔身 天魔大概率是想要通过控制 那些魔物 直接破开黑月城的封锁 然后让魔物扩散出去 就在陆成走神的时候 一旁的几秋玉问道 陆成 你觉得那是天魔吗 陆成回过神来 扭头看着脸色苍白的几秋玉 笑着说道 他身上的天魔之力 和真正的天魔比起来差远了 听到陆成的回答 几秋玉愣了一下 陆成这话说的 就好像陆成见过真正的天魔一样 不然他怎么知道 那个巨人身上的天魔之力 和真正的天魔比起来差远了 几秋玉好奇地问道 你见过真正的天魔 紫阳世界就这么一个天魔 并且还被封印在封魔禁地 陆成怎么可能见过真正的天魔 陆成 笑着说道 我确实见过真正的天魔 几秋玉心里一正 随即他继续问道 紫阳世界就只有封魔禁地里面有天魔 你怎么可能见过天魔 陆成说道 具体的原因 等到了时候 我会告诉你 几秋玉狐疑地看着陆成 试探性地问道 你不会是魔修吧 陆成笑着说道 我拥有克制天魔的力量 你觉得哪个天魔敢接受我 让我做魔修 几秋玉心里想了想 好像也是 陆成拥有克制天魔的力量 天魔要是知道他的存在 必然会想尽办法杀了他 怎么可能会让他做魔修 不过这就奇怪了 陆成是什么时候见过天魔的 难不成 几秋玉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 陆成的本体 已经活了不知道多少岁了 当年封印天魔的时候 陆成的本体也在场 他侥幸活了下来 所以 陆成那时候 见过被封印的天魔 这么说来 陆成岂不是和自己祖宗一个备份了 几秋玉立刻阻止自己 继续胡思乱想下去 修真界道理 差个上千岁上万岁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想到这里 几秋玉回过神来 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 风魔禁地的那个巨人身上 几秋玉随后又小心翼翼地问陆成 陆成 这么大的一个魔物 你有把握对付吗 虽然陆成克制魔器 但是这个魔物看起来就十分强大 陆成的力量 终究是有限的 他也不确定 陆成能不能够对付这个巨人怪物 陆成淡淡地说道 放心吧 只要这个怪物敢离开风魔禁地 我便立刻出手将它消灭 虽然这个魔物看起来非常强大 但是陆成也看出了这个魔物的缺点 这个魔物是由无数的魔物拼凑起来的 只要他这个拥有克制魔器的喷 接近那个巨人 那个巨人身上的魔物 便会立刻挣扎起来 想要脱离那个巨人的身体 到时候 那个巨人也就解体了 而且他对天魔之力的克制是绝对的 即便那个巨人 拥有天魔之力 在藏魔爵面前 也没有任何胜算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那个巨人也变得越来越大 魔器也越来越来浓厚 很快 整个黑月城就黑了下来 本来太阳还没有落山 魔器的扩散 直接将夕阳的阳光全部遮盖了 下一刻 那个巨人迈着巨大的脚掌 直接朝着黑月城走来 就在这时 一个士兵跑来几秋玉的面前说道 城主 白统领带人来支援我们了 听到这话 几秋玉冷笑了一声 上次白文斌逃跑的事情 他还记得 在他看来 白文斌现在敢主动来支援了 大概率是觉得有陆成在 不会有危险 不过不管怎么样 也不管他有什么目的 他来帮忙 那就是为了黑月城 为了大楚王朝 也是为了整个紫阳世界 几秋玉也没有打算 将白文斌赶走 白文斌很快来到了几秋玉 和陆成的面前 他面带笑容说道 秋玉 我听说风魔境地有异动 便第一时间 就带人来了黑月城 陆成此时打量了一眼白文斌 白文斌过来的一瞬间 陆成就从白文斌的身上 察觉到了天魔之力的存在 毕竟他身上有藏魔诀 哪怕白文斌隐藏得再深 他也能够感受到 白文斌身上的天魔之力 陆成嘴角微微上扬 想看看白文斌打算做什么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陆成还是直接传言给几秋玉 秋玉 白文斌身上有天魔之力存在 待会儿你要小心他 听到这话 几秋玉心里一愣 他本来还以为白文斌是不死心 所以跑来献殷勤的 没有想到白文斌 今天跑来这里另有目的 几秋玉柳眉微微一皱 不过他也没有直接拆穿白文斌 他淡淡的道谢说道 多谢白统领帅人支援黑月城 白文斌咪笑着说道 秋玉 你客气了 咱们之间说什么谢谢 而且要对付魔物 主要还得依靠陆父成主呢 我们顶多只能够算是打打下手 陆成这时候 再次感知了一下 白文斌身上的天魔之力 白文斌的天魔之力 并不是特别纯粹 看样子 不是直接从天魔那里得到的天魔之力 而是有其他魔修将天魔之力 传给了白文斌 也就是说 白文斌的身后 还有其他拥有天魔之力的魔修 而那个魔修 很可能就是天魔的模式 白文斌话音落下 远处巨人的速度便开始加快 只是片刻的功夫 那个巨人就离开了蜂魔禁地 朝着黑月城走来 喜秋玉立刻对士兵们说道 放箭 随即无数的黑金箭 朝着那个巨人射去 然而当黑金箭射到巨人的身体上面 顶多只是冒一小团白烟 而巨人看起来 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他继续迈着步子朝黑月城走来 看到这一幕 那些操控工程弩的士兵 连忙放巨箭对付巨人 然而 即便黑金箭的变大了 对那个巨人 也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此时巨人的身上 已经插满了黑金箭 但是巨人 还是继续朝着黑月城过来 不过好在巨人并没有展开任何攻击 只是不停前进 没多久 巨人就来到了黑月城外面 这时 巨人突然停了下来 如同灯笼一般的巨大眼睛 在城楼上面扫梁着 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忽然间 巨人的目光落到了陆成的身上 随后他抬起巨掌 直接拍向了陆成所在的位置 见这个巨人 居然是冲着自己来的 陆成倍感疑惑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 风魔境地的天魔 想到这里 陆成瞬间反应过来 他两次送傀儡来紫阳世界 都经过了风魔境地 并且两次 都戏弄了一下风魔境地的天魔 那天魔 估计已经记住了自己 陆成淡淡一笑 随即握紧手上的黑金箭 一步跃出 直接跳到了空中 一剑斩出 寒冰八级剑 刹那间 一道磅礴的寒气 从剑中涌出来 瞬间将魔物凝聚的巨人冻住 紧接着 巨人的身体 周围出现了无数的剑气 这些剑气划过之后 被冰封的巨人身体 便出现了裂缝 不一会儿 整个巨人身体 就缓缓倒下 直接倒向了黑月城 巨人身体上的那些魔物 也直接倒向了黑月城 看到这一幕 几秋玉柳眉一皱 不好 这么一倒下来 不知道有多少魔物 会直接落到黑月城城内 几秋玉立刻大喝一声 准备战斗 城楼上的士兵 赶紧不停拉弓射箭 将那些掉落的魔物 杀死在空中 但是魔物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看到漫天的魔物 陆尘不禁心想 这该不会是天魔的计划吧 故意用天魔之力 将魔物给凝聚成一个巨人 等那个巨人被击溃的时候 巨人倒下来 直接就倒进了黑月城内 城墙也就没用了 不过 想这么越过它 直接进入黑月城 还没有那么容易 陆尘随后再次一步跃起 又一次跳到了空中 寒冰八极箭 这一次 陆尘使出了 傀儡分身所有的灵力 一时间 黑月城的上空 都弥漫着冰冷的寒气 这些寒气 直接将巨人身上掉落的那些魔物 全部都给冰冻了起来 下一刻 八道剑气 从那些冰冻的魔物身体展过 瞬间将那些魔物的身体 变成了冰炸 当陆尘解决完那些魔物之后 傀儡身体的灵力 基本上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虽然傀儡拥有它大部分的力量 但是傀儡离开本体太远之后 傀儡是无法从本体获得灵力的 只能够通过傀儡本身 吸取灵气来补充 看到陆尘的傀儡身体 从天上直接掉了下来 几秋玉假装脸色一变 立刻朝着陆尘飞去 然而就在此时 白文兵的身体突然 散发出浓厚的魔气 他周围的那些黑月城的士兵 瞬间就变成了一团血物 紧接着 白文兵手一挥 一道魔气 直接将季秋玉的身体 给击飞出去 而白文兵则一步跨出 冲向了陆尘的身体 季秋玉撞到城墙上后 吐了一口鲜血 随后说道 白文兵 你居然是魔修 白文兵一边朝着陆尘的身体飞去 一边大笑着说道 总算是让我等到了这个机会 今日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就在白文兵的靠近陆尘时 白文兵一找身出 直接掐住了陆尘的脖子 不过 他并没有立刻杀了陆尘 而是大笑着说道 敢抢我的女人 今日我便让你体会一下 魔气失魂的痛苦 说话间 白文兵直接释放身体的天魔之力 眼看着天魔之力 就进入了陆尘的身体 陆尘却依旧没有挣扎 这时候 陆尘突然拿出一块令牌 立刻催动了令牌 他只是一具傀儡分身 死了也就死了 但是待会儿他不在以后 白文兵很可能会对几秋玉出手 所以还是找个帮手来比较好 白文兵察觉到陆尘的小动作之后 连忙一掌拍出 想要将陆尘手上的东西轰碎 但是他的魔气 却并没有击碎那块令牌 与此同时 血红方总部 当南宫青雅感受到方主令的灵力波动后 立刻使用传送法阵 直接前往了黑月城 然而 他刚到黑月城 就看到被白文兵抓在手上的陆尘 整个人爆炸开来 爆炸的光波 瞬间将白文兵笼罩其中 天尘世界 黑龙城皇宫 此时的云仙仙还在忙碌着 即便他此刻已经全身无力 但是他也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 他要报复主身 让主身明白 他的身体已经交给了陆尘 不是他想复身就能够复身的 不过就在此时 陆尘伸出双手 揽住了他的柳腰 不让他继续乱来 云仙仙缓缓缓抬起头 注视着陆尘的双眸 你 你这是做什么 陆尘淡淡一笑 随后缓缓起身 让云仙仙坐在自己怀中 他一只手揽住云仙仙的腰身 一只手将云仙仙帮他制作的 两个傀儡放到了寝宫之中 看到这一幕 云仙仙有些不解 这个时候放傀儡出来做什么 陆尘此时说道 紫阳世界出了点事 听到这话 云仙仙反应过来 看样子是陆尘的傀儡 在紫阳世界出事了 云仙仙随后想要抽身离开 那你先忙你的 时间还很多 云仙仙也不急于这一时 就在云仙仙准备起来的时候 发现陆尘的大手 死死地按住了他的腿 让他根本没办法起身 云仙仙搂着陆尘的脖子 满脸困惑地看着陆尘 这逆途不是有事情吗 怎么还不让自己起来 陆尘没有解释什么 他直接朝着云仙仙 给他制造的两具傀儡 灌输灵气 片刻之后 那两具傀儡 就都拥有了阴阳镜的实力 随后陆尘操控着两具傀儡 使用移形幻影 瞬间就让他们来到了 天尘世界的戒壁裂凤处 当镇守在戒壁裂凤处的士兵 看到有两个陛下的时候 他们都惊呆了 不过陆尘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他留下了一个傀儡 在戒壁裂凤处 然后又操控另外一个傀儡 前往了紫阳世界 此时的云仙仙玉璧 挂在陆尘的脖子上 静静地注视着陆尘的眼睛 他知道 陆尘现在正在操控傀儡 所以 他也没有乱动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尘深深吐了一口气 回过神来 看着云仙仙那清冷红韵的御甲 云仙仙问道 好了 陆尘淡淡说道 嗯 可以了 说完 陆尘就再次躺下 云仙仙注视了一会儿陆尘后 再次俯身下来 稳住了陆尘的嘴巴 然后继续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 陆尘一边享受着云仙仙的伺候 一边操控着傀儡 迅速赶往黑月城 刚才傀儡的自爆 大概率是没有杀死白文斌 而且 白文斌的身后 必然还有其他魔修 所以 他得抓紧时间前往黑月城 避免挤秋玉出了什么事 虽然他刚才已经使用了血红方的防阻令 南宫清雅会在第一时间赶到黑月城 但当南宫清雅知道他已经自爆后 未必会烫浑水就挤秋玉 与此同时 黑月城上空 身穿一袭红衣的南宫清雅 悬浮在空中 冷漠地看着那团爆炸的光波 这时候 他身上的血气无比地躁动 虽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通过他身上疯狂涌动的血气 就能够看出来他此刻非常愤怒 他没有想到 这才没多久 陆尘居然就被人杀死了 他明明安排了血红方的人 在黑月城保护陆尘 怎么还会让陆尘遇到危险 那些人都死什么地方去了 陆尘一死 他们就再也没有可以直接克制魔奇的方法了 等天魔突破了封印 他们血红方也要跟着遭殃 一想到这里 南宫清雅突然就有些后悔 把陆尘留在黑月城 若是上次他来黑月城 直接将陆尘给带回去 陆尘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 这些也没用了 南宫清雅的红色眸子 扫了眼那团爆炸的余波 等爆炸的余波散去 全身是伤的白文斌 出现在他视野中 看到白文斌身上散发的黑色魔器 南宫清雅冷喝了一声 本尊倒是好久没有遇到魔修了 话音落下 南宫清雅玉手一挥 一个巨大的血色掌印 直接拍向了白文斌 看到天上的血色掌印 白文斌整个人脸色苍白 虽然陆尘的自爆并没有炸死他 但是他已经消耗了大量魔力 现在根本无法抵挡万法尽强者的攻击 眼看着白文斌就要被拍死了 突然之间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不知道是谁惹了血红方主 这么大的火气 刚来就要杀人 声音落下 一团黑气在空中不断旋转 紧接着 一个身穿黑袍 戴着面具的老人 出现在白文斌的旁边 老人随身一抬 一团魔气涌出 轻松就将南宫清雅的血掌烘碎 感受到老人身上的力量后 南宫清雅冷冷地说道 难怪陆成会遇到危险 原来是出现了万法尽的魔修 他就说他在黑月城 安排的保护陆成的人 怎么没有出手 现在看来 那些人大概率 已经被这个万法尽的魔修给解决了 南宫清雅也懒得和魔修废话 他直接调动血气 一指之初 无数血红色的骷髅 直奔那个黑袍老人而去 黑袍老人这时候笑着说道 血红方主 我们同为邪修 何必打打杀杀 说话间 黑袍老人如同枯树皮的大手一挥 一团浓厚的天魔之力涌出 直接将那些血气汇聚而成的骷髅 全部给吞噬了 南宫清雅顿时柳眉一皱 黑袍老人继续说道 血红方主 你虽然不是魔修 但修行方式也和魔修没什么区别 你的血气 对于我们魔修来说 可没有什么伤害 不仅伤不到老朽 反而对于老朽来说 是大补之物 南宫清雅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他心里顿时打起了退堂鼓 如果是阴阳静的魔修 他轻松就能够镇压 但是拥有万法劲的魔修 而且还是拥有天魔之力的魔修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了 本身天魔之力就克制修士的灵力 而天魔又是依靠血气和负面情绪汲取力量 他一个邪修 碰到通境界拥有天魔之力的魔修 可以说胜算非常小 黑袍老人继续说道 血红方主 老朽的主上即将突破封印 再次降临紫阳世界 你既是邪修 可不干脆直接投靠了老朽的主上 成为一名魔修 若是血红方主接受了老朽主上的天魔之力 以血红方主的修行方法 恐怕不出十年 便能够突破化神境 成为紫阳世界的第一人 南宫清雅冷笑了一声 本尊可没有给怪物当狗的嗜好 他确实是邪修没错 但是他也是有底线的 听到南宫清雅的话后 黑袍老人身上的魔气瞬间暴涨出去 既然血红方主不肯归顺老朽的主上 那老朽也就 就什么 黑袍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南宫清雅 和黑袍老人的中间 看到出现的陆辰 除了几秋玉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刚才他们明明看到陆辰自爆了 怎么现在还活着 南宫清雅的新红色双眼 直勾勾地看着陆辰 他感受到陆辰的境界 似乎已经提升到了阴阳境 自爆不仅没死 反而境界还突破了 这可能吗 还是说 刚才陆辰自爆 只是一个障眼法 看到陆辰再次出现后 白文斌和黑袍老人 顿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陆辰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他们体内的天魔之力 感到十分惧怕 白文斌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 你居然没死 这 不可能 陆辰明明在他面前自爆的 身体 都被炸成碎渣了 现在居然又活过来了 难不成刚才自爆的 根本就不是陆辰 那如果不是陆辰 刚才那个人又是谁 这时候 黑袍老人阴测测地说道 看样子 你的保命手段不少啊 陆辰淡地说道 也没多少保命手段 只不过 你们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说到这里 陆辰扫视了一眼黑袍老人 下一刻 他的资料出现在陆辰的眼前 名字 萧承化 身份 大楚王朝国师 拥有天魔之力的模式 实力 万法近八重 忠诚度 零 看到萧承化的个人资料后 陆辰淡淡一笑 继续说道 没有想到 你藏得还真够深的 大楚王朝的国师 居然是魔修 而且还是一个 拥有天魔之力的模式 听到这话 在场的人再次遗症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个黑袍老人 居然是大楚王朝的国师 萧承化本人也愣住了 知道他是魔使的人非常少 陆辰竟然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身份 他明明已经隐藏了身体 也隐藏了气息 而且他很确定 以前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陆辰 为何这个陆辰 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来 想了一下后 萧承化还是没有想明白 不过萧承化也懒得 继续思考下去 只要抓住陆辰 对陆辰搜魂 很快他就知道 陆辰是如何知道他身份的了 萧承化也懒得和陆辰废话 本来他这次来 就是为了来杀陆辰的 一开始 他其实也没有打算动手 如果不是他发现了血红方 安插在黑月城的那些 保护陆辰的阴阳镜高手 他也不会出手 他现在还是暴露的时候 不过 既然已经被认出来了 暴露了身份 那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下一刻 萧承化身体里面的魔器疯狂涌出 整个黑月城的上空 都被浓厚的魔器笼罩 魔器带来的威压 让黑月城的修饰 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老朽的身份的 不过既然你知道了老朽的身份 那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里 说话间 萧承化身上的天魔之力涌出 整个世界就好像是 变成了地狱一样 无数的骷髅从地下爬出来 森罗万象 看到这一幕 南宫青雅正打算出手 不过他转念一想 陆辰具备克制魔器的能力 而且这家伙刚才自爆了 都没有死 他身上肯定还有他不知道的秘密 自己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 说不定 陆辰能够压制萧承化这个模式 想到这里 也就没有出手 只是站在陆辰的不远处看着 眼看着那些骷髅 就要接触陆辰的身体时 陆辰抬起右手 剑来 花音落下 城楼上的那些黑金剑 就直接飞向了陆辰 以陆辰阳镜的实力 要同时操控这些剑 还是比较容易的 一瞬间 陆辰的面前 出现了上千柄黑金剑 而其中一柄黑金剑 飞到了陆辰的手上 随后运转葬魔诀 然后又将身体里面的灵力 灌输进入那些黑金剑 直接一剑挥出 那些黑金剑 如同箭矢一样 飞向了地上 那些扑上来的骷髅 当黑金剑 接触到骷髅幻象后 那些骷髅 瞬间就被藏魔诀的灵力 净化成了骨灰 随风飘散 萧承花的脸色 立刻变得极其难看 他知道陆辰的灵力 克制魔器 但是没有想到 陆辰释放出来的灵力 这么克制魔器 陆辰只是一招 是普通的攻击 就瞬间化解掉了 他的森罗万象 这个陆辰对魔修 天魔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绝对不能够让他活着 若是让他继续成长下去 将来等天魔突破封印后 很可能连天魔 都有可能被这个陆辰压制 想到这里 萧承花立刻拿出一个旗子 万魂帆 一瞬间 无数痛苦哀嚎声 从万魂帆里面传来 紧接着 无数的扭曲的灵魂 跨出万魂帆 直奔陆辰而来 萧承花冷笑着说道 即便你再厉害又如何 老朽不相信 你还能够挡住 这些阴魂的吞噬 感受到那些阴魂 散发出来的力量 在场的人一个个 都被吓得脸色苍白 那些阴魂的实力 几乎都在阴阳镜 这时候 南宫清雅都有些站不住了 若是他还不出手的话 恐怕陆辰又要出事了 萧承花拿出来的万魂帆 散发出地阶灵气之上的威压 陆辰本身 也就在阴阳镜的实力 很可能扛不住 下一刻 南宫清雅身上的血气涌出 此刻 陆辰看到直奔自己而来的阴魂 依旧没有慌张 他冷静地悬浮在空中 眼看着那些阴魂越来越近 陆辰突然握紧手上的剑 身上灵气猛然爆发而出 寒冰八级剑 冰冷的寒气 直接将那些阴魂全部冻住 随后八道剑气 从那些阴魂的身体斩过 那些阴魂 直接变成了冰渣 看到这一幕 萧承花笑着说道 老朽的阴魂是杀不死的 老朽倒要看看 你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萧承花万魂帆里面的阴魂 被击碎后 会再次在万魂帆里面重生 只要使用者身上的魔气 没有枯竭 万魂帆的阴魂 就能够一直再生 直到将敌人给耗死为止 这时候 萧承花的万魂帆里面 又飞出了无数的阴魂 陆辰再次汇聚周围的灵气 又是一剑刺出 寒冰八级剑 万魂帆里面飞出来的阴魂 再次被全部冰冻 并且又一次都变成了冰炸 这下萧承花发现了不对劲 随着万魂帆里面的阴魂 被消灭得越来越多后 万魂帆里面出来的阴魂数量 也越来越少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按理说 万魂帆的阴魂 是永生不死的才是 陆辰看到万魂帆里面的阴魂 越来越少了 便笑着说道 国师 看来你万魂帆里面的那些阴魂 要罢工了呀 居然都不敢出来了 陆辰花音落下 萧承花便立刻检查了一下 自己手上的万魂帆 结果这一检查 萧承花整个人呆愣在了空中 那些被陆辰消灭的阴魂 居然都没有再生 而是彻底死去了 所以她万魂帆出来的阴魂 这才越来越少 萧承花有些不敢相信 陆辰的灵力 居然还能够净化阴魂 让阴魂解脱 死子今天必须得死 萧承花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随后她释放出天魔之力 天魔之力伴随着那些阴魂 化作一个个骷髅 直接冲向了陆辰 让黑金剑悬浮在自己的面前 然后汇聚身体里面的灵力 寒冰八级剑 前面两次都是小打小闹 没有完全发挥出天接剑法的威力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当陆辰释放剑气的时候 一时间整个天空都被冰冻了一样 那些寒气瞬间笼罩所有阴魂 也将萧承花给笼罩在了气中 当陆辰释放出来的寒冷剑气 接触到萧承花的身体时 萧承花的身体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冰冻 萧承花不敢相信 这些寒气居然能够冰冻自己 他连忙释放出身体所有的天魔之力 结果那些天魔之力 刚从萧承花的身体里面出来 就好像是遇到了什么天敌一样 直接就朝着其他方向溜走了 不过陆辰并没有给那些天魔之力机会 陆辰继续催动剑气 一刹那的功夫 那些天魔之力也被寒冷的剑气冰冻 萧承花咆哮着说道 不 不可能 萧承花花音落下 整个人彻底被冰冻 紧接着 八道剑气从萧承花的身体穿过 随后他的身体直接变成了几大块 看到这一幕的白文冰 脸色变得惨白没有血色 身体不停地颤抖 那可是万法镜啊 一个万法镜魔修 还是拥有天魔之力的万法镜魔修 竟然 竟然被一个阴阳镜修士 给瞬间秒杀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不仅是白文冰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待了 一个阴阳镜修士 居然能够跨街轻松杀死一个万法镜魔使 在场的人都怀疑 他们是不是在梦中 尤其是某些曾经看不起 陆陈的黑月城士兵们 这一下是彻底服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 白文冰猛然清醒过来 他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转身逃跑 虽然他也感受到 陆陈体内已经没有多少灵力了 但是见识过陆陈的力量后 他内心已经完全失去了 和陆陈战斗的想法 以阴阳镜的实力 就能够斩杀一个万法镜魔修 这样的人 根本不是他能够对付的 不过 即便白文冰已经意识到了陆陈的强大 他此刻想要逃跑 也已经晚了 还没有等陆陈出手 一个巨大的血掌 瞬间出现在白文冰的头顶 白文冰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那个血掌 拍成了一团血物 陆陈扫了一眼 变成一团血物的白文冰 随后目光 又落到了南宫清雅的身上 见陆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南宫清雅的郊区 竟然忍不住地颤抖了一下 看到陆陈刚才的战斗力后 他内心对陆陈 也产生了一丝恐惧 而且 他明显能够感受到 陆陈身体里面的力量 克制他的血气 也就是说 陆陈不仅可以轻易 越阶杀气摩修 也有可能越阶杀了 他这个邪修 一时间 南宫清雅整个人 感到无比的紧张 过了片刻之后 季秋玉飞到了陆陈的面前 陆陈打亮了一眼季秋玉的身体 随后使用轻木长生弓 帮助季秋玉 恢复了一下身体 感受到一股暖流 从身体里面涌过 季秋玉立刻对陆陈道谢说道 谢谢 花音落下 季秋玉直勾勾地 打亮着眼前的陆陈 他很好奇 现在这个陆陈是傀儡 还是本体 拥有阴阳镜的实力 总该不是傀儡了吧 一想到这里 季秋玉的心脏 就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如果陆陈来的是本体 那是不是意味着 自己很快就要成为陆陈真正的女人了 陆陈这时候 看向南宫清雅 面带笑容说道 感谢南宫坊主支援黑月城 若不是南宫坊主拖住那些魔羞 恐怕封魔禁地的那些魔物 就跑出来了 听到陆陈的声音 南宫清雅这才回过神来 不 不用客气 即便没有本尊 以陆附成主的实力 也 也能够轻松应对今天发生的事 南宫清雅明显有些紧张 虽然他脸上的表情 看起来有些冷漠 但是他说话 都已经有些结巴 陆陈最后那一招 确实震撼了他 这也让南宫清雅 对陆陈的身份越发地好奇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不仅自爆都死不了 反而短时间就将实力提升到了阴阳镜 甚至于 还能够以阴阳镜一重的实力 斩杀一个万法镜模式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都不愿意相信 这个世界 会有这么夸张的越阶杀敌之事 这也让南宫清雅意识到了一点 陆陈的身份并不普通 自己可不能够再像上次那样对他了 他不想到时候 也被陆陈用杀销成化的那一招给杀死 陆陈治好几秋玉身上的伤后 目光又看向了远处的风魔镜地 风魔镜地上空的魔气 依旧还没有消散 看起来魔物还在汇聚 陆陈的身体瞬间原地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城楼上 紧接着 陆陈释放出体内的灵力 一道道灵力波 以陆陈为中心扩散 片刻的功夫 风魔镜地上空的魔气 就变得越来越淡 随着魔气的消散 黑月城再次恢复了明亮 红色的晚霞挂在天空之中 夕阳的余晖映照在人的身上 让人感觉无比的温暖 陆陈刚才连续几次 使用了寒冰八级剑 整个黑月城的温度都降了下来 那些士兵都被冻得直哆嗦 现在夕阳突然出来了 人们自然也就感觉非常温暖 南宫清雅静静地注视着 站在城楼上的陆陈 不知道在想什么 随后 南宫清雅也没有和陆陈 说什么告别的话 直接离开了黑月城 离开了陆陈这个 对于他来说 是危险分子的存在 等一切都结束之后 陆陈和几秋玉回到了城主府 陆陈刚准备 让傀儡回到房间 自己的本体好专心享乐 结果他前脚刚进入房间 后脚几秋玉就跟了进来 并且从身后 抱住了傀儡陆陈的腰肢 陆陈微微愣了一下 他还以为季秋玉是在担心他 随后他安慰说道 我不是说过吗 那是傀儡 就算自爆了 我也不会有事 你不用担心我 几秋玉立刻说道 不是因为这个 几秋玉的声音很小 他此刻欲夹发烫 内心无比慌张